面对赵宇倩咄咄逼人的攻击 灵冬雪并不慌乱 迅速展开回击 裂风吹 双臂微张 两只玉臂在半空画弧 周围的气流如有感应 纷纷朝双臂中间汇聚 逐渐形成一道圆形的气流回旋 原来是有些实力 不过也仅此而已 赵宇倩冷哼一声 一掌之后带着道道掌引 如同仙女散花 灵冻无比就到了灵冬雪身旁 那就试试 灵冬雪回敬一句 一掌赢了上去 而那团回旋气流 也顺着右臂先发后置 率先迎向赵宇倩的攻击 碰 两女一招对撞后 赵宇倩深吸口气 身体一个扭伸 右手紧握 一拳朝灵冬雪轰来 看到灵冬雪如此迅速地攻击 众人暗暗点头 不愧是在方程都极具盛名的女人 光凭这进攻速度 就比不少同阶高手强 而赵宇倩的战斗力 在方程也得到过证实 不少同样三阶的高手 曾经想要调戏她 最终也被她打得落花流水 看到灵冬雪的第一招 灵孝心中一叹 如果刚刚是唐岩出招 一定会在两人招式对碰的前一瞬间 迅速改变进攻轨迹 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自家丫头和唐岩一比 还是差了一截 不过灵孝对灵冬雪的实力 却是极为放心 就当大家以为灵冬雪要吃亏时 就见灵冬雪没腿快若闪电 如同预料到了赵宇倩的出招轨迹 一个回旋踢 朝她心窝踢去 这漂亮的一记回旋踢 同让出乎了众人意料 甚至是评委台上的墨冰 眼中也露出一丝亚然之色 赵宇倩心中一惊 没想到灵冬雪 竟然也能这么快回击 感受到灵冬雪这极为危险的一角 她不得不做出改变 迅速朝后退去 众人脸上也逐渐露出金融 这第一个回合 竟然又是云城的人占了上风 而且 看唐岩和灵冬雪的实力 似乎云城第一人柳志 实力反倒是最弱的一个 灵冬雪不依不饶 步伐展开后 迅速朝前冲去 赵宇倩毕竟也在苍云山历练过 反应速度也颇为灵敏 第一招落了下风后 也迅速调整心态 两个容貌都惊艳四方的美女 在台上激战 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 而随着两女战斗的深入 众人惊讶地发现 原本她们心里认定 必然会赢的赵宇倩 竟然在被云城的那名少女压着打 招招伶俐 简单直接 两个女娃都是经历过磨练的人 不过那云城的女娃 眼光倒更高一些 每一次出招 竟然都尽可能地打在对手弱点上 真是难得 评围台上 莫冰赞叹一声 林承主 你这闺女倒是调教得好 莫老谬赞了 还是得去更大的平台发展 才能真正地变强啊 林孝谦虚道 而台上 在灵冬雪一记漂亮刁钻的进攻下 赵宇倩终于抵挡不住 露出一个破绽 而林冬雪也趁胜攻击 一掌将赵宇倩轰飞 一时间倒地不起 云城林冬雪获胜 红袍老者眼中也闪过一丝惊讶 今年云城的表现 确实不凡啊 承让 林冬雪一抱拳 扭头朝台下走去 恭喜 看到下来的林冬雪 唐颜笑道 刚经历过一场激战 林冬雪的呼吸还有些急促 脸上也挂着一道胜利的红韵 不过很快他便恢复过来 张口问道 唐颜 你刚刚看我战斗 可有哪些不足 唐颜心中一愣 看着眼前明念的林冬雪 对他的评价又高出几分 凭他的天赋和这种上进心 日后的成就注定不低 总体来说不错 但还有些漏洞 比如第五招 赵宇倩一个回旋轴的时候 中间完全有一个空档 你可以一脚踢出 直接把他打压下去 就因为这个空档你没有把握 所以 他本来处于劣势的局面 被他扳回了一些 而第九招时 他的处境又处于下风 而这个时候 他为了扳回劣势 又抢先攻击 力量相对来说 就弱了很多 这时候 虽然你力量会比他更强 但如果你能选择不硬抗 而是后退一步 等他力道老去 你再蓄力一击 直接便可获胜 唐颜一招一招帮他分析 林冬雪听后不断点头 虽然和唐颜相处的时间不长 但他对唐颜在格斗上的了解 已经到了无条件幸福的地步 而接下来还有十五场战斗 每一次决斗 唐颜都会和林冬雪 讨论台上人进攻上的优缺点 在两人的分析讨论中 台上出场的高手 也被两人顺利地发现 而那冬裕四公子的实力 果然名不虚传 虽然对手都没有逼迫其动用权力 但他们的每一次进攻 也都精准无比地找到对手的弱点 从而很快赢得胜利 除了冬裕四公子外 其他也有几个实力不错的人 也被两人一一牢记在心 时间约过到了下午两点 第一轮比赛才算结束 而下一次战斗 便安排在了明日 这第一轮大比后 历届垫底的云成 着实把人们惊艳了一把 今年云成的排名 极有可能会变成第四 而宇成则会沦为本届的倒数第一 哪怕唐颜和林冬雪 表现得很惊艳 但在冬裕四公子面前 两人实力还是不够资格 排名第四 恐怕已是云成的最好成绩 回到小院 唐颜本打算继续修炼 就被一阵敲门声打断 拉开院门 发现门口竟然是林冬雪 唐颜笑问 林姑娘有什么事 怎么 还不欢迎我 林冬雪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如同雨后绽放的花蕾 让人怦然心动 脸上呆了呆 唐颜急忙招呼林冬雪进来 云成出了名的大美人 能来我这是唐某的荣幸 算你识相 得意地臭美一下 林冬雪便正色道 唐颜 谢谢你 谢我 唐颜听后一愣 在认识你之前 我一直认为 月姬挑战 是个很难的事情 比如玄阶一品 遇到玄阶二品 必然会败 但认识你之后 我才明白过来 在力量的悬殊 并没大到不可思议时 我们完全可以用技巧或速度 来弥补力量上的差距 已若胜强 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例子 并不足为奇 谢我就不用了 唐颜急忙摆手 我今天来这并不是专程谢你的 与风一转 林冬雪眼中露出一丝脚霞 我现在想和你酣畅淋漓地打一场 直到力气耗尽 唐颜听后一阵苦笑 感情是想找我做陪练啊 林冬雪不仅漂亮 而且气质优雅 唐颜是个 有很正常审美的男人 要说对林冬雪没好感 那是假的 美女相求 唐颜自然没拒绝的道理 况且 如果林冬雪 也能入选青龙院的名额 自己也占着不少的功劳 城主府和唐家关系 日后也会更为亲密 以后哪怕自己不在云城 只要有城主府这棵大树在 也算多了一份安全保障 如果你想真的进步 那我下手绝不会克解 到时打疼了 可别怪我 唐颜正色道 你尽管动手便是 林冬雪小脸坚定 两人来到院子正中 林冬雪娇喝一声 粉拳一握 就朝唐颜冲来 唐颜并不大意 也挥拳冲了上去 唐颜第一次进攻 并没有将招式变换轨迹 因为除非领悟了格斗之心 否则很难做到 真气随心所欲的收发 当两人攻击碰撞后 林冬雪再次快攻而来 唐颜眼中闪过一丝亮色 林冬雪在作战经验上 又有不小的提升 而看到林冬雪回旋的一肘子 唐颜并不硬抗 一个吓扫腿 只听扑通一声 林冬雪就重重摔在地上 下盘要稳 不能管上不顾下 而且 进攻的目标要准 并提防对手 有可能对你造成的攻击 唐颜淡淡说道 林冬雪从地上爬起来 揉了揉 貌似红肿了的脚腕 不满哼道 这么狠干嘛 好疼的 你要是受不了 可以回去 唐颜不假以辞色 看着唐颜一本正经 毫不怜香西域的样子 林冬雪吟牙气地咬在一起 这一次 他干脆都不提醒唐颜 猛地站起来就朝唐颜冲去 八招之后 唐颜一拳打在林冬雪后背上 再次以林冬雪落败到中 转身的速度慢了些 要再快一点 如果对手躲避的幅度较大 第一次攻击就不要死追 力道太老 第二招很难打出全力 如果对手力量和你差不多 很容易吃亏的 唐颜又指出林冬雪的不足 再来 林冬雪不服气地叫了一声 又一次朝唐颜冲来 夜幕逐渐降临 林冬雪也不知究竟被唐颜打了多少次 但他打中唐颜的次数 依旧是零 当唐颜一脚 将林冬雪踹飞倒地时 林冬雪终于筋疲力尽地趴在地上 大口地喘息着 而唐颜眼中 对林冬雪的任性和天赋 给惊讶到了 这傻妞的进步速度 竟然如此明显 自己教导她的一些知识 也能很快地被她吸收 虽然无法一下理解通透 但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摸出一个门道来 这领悟能力太过强大了 这么有天赋的一个女孩 这么多年 林孝究竟是怎么教导的 其天赋完全没被开发吗 虽然林冬雪一直被打 但一下午的进步却是极大 唐颜相信 玄阶三品内 除非有人能在武技上 达到绝对压制 其他人想赢 还有不小的难度 而林冬雪的实力 又已经是玄阶三品巅峰 哪怕遇到玄阶四品的舞者 也有一战之力了 第081章 疯狂地压住 紫竹城 一处种满紫竹的小院 一名白衣女子 眉如墨画 眼若琉璃 站在阁楼处 静静看着东方 如果唐颜在此 一定会认出 这个拥有清诚容貌的女子 就是几个月前 离开唐家的紫玉 小姐 探子来信 你要打听的云城唐颜有消息了 这些日子 她正在方程参加冬裕大笔 准备赢得青龙院入选名额 一名侍女快步走来 小声禀告 侍女心中也无比好奇 自家小姐年纪轻轻 一身实力却登峰造极 达到天街 怎么会对冬裕那种 小地方的人感兴趣 辛苦了 传我命令给探子 若有需要 鼎力支持唐颜 有她任何消息 立刻反馈于我 紫玉轻声吩咐 语气却不容置疑 好 我这就去办 侍女值了一礼 迅速退下 哎 也不知 你现在过得如何 当时说好 我可能会去青龙院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紫玉喃喃说着 看了眼趴在地上的灵冬雪 唐颜苦笑一下 取出两个瓷瓶递了过去 这个是活血趋瘀的 回去服下后 第二天一早 身上的伤痕就不会存在 这个是恢复真气的 也服用一枚就够了 真的 谢谢你了 之前还担心身上的伤口 会影响美感 现在她完全放下心来 一日清晨 唐颜从修炼中缓过神来 自从来到方城后 唐颜便全心全意地修炼 加上丹药的充足攻击 唐颜实力也到了玄阶三品巅峰 洗漱完毕后 唐颜便来到了城主小院 走吧 去吃个饭 灵孝笑着招呼 柳志今天不去了吗 看到院中只有林冬雪和林孝 唐颜问道 听到唐颜的话 林孝双眼一寒 一道杀气一闪而过 沉声道 之前柳静击杀你与冬雪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柳志已经去了他该去的地方 唐颜文言心中一灵 恐怕柳志已经被灭杀了吧 多谢城主大人 唐颜拱手道 他是罪有应得 不提也罢 林孝摆摆手 笑道 跟你说下今天大笔的事 唐颜点点头 边走边听林孝讲解规则 今天会和昨天一样 抽签决斗 由于人数去了一半 所以上午会是二十进十的选拔 而下午便是十进五的决斗 最后的前五将在后天分出排名 林孝简略地解释完 又继续说道 而今天则有一场空前盛大的赌局 赌局 唐颜来了些兴致 笑问道 赌的什么 赌除了冬裕四公子外 前五还会有谁 大家要在剩余的十六名选手中 选择一位看好的选手下注 赌率所有人都是一比一 这么低的赌率 果然有句话说 最后的赢家都是庄家 唐颜有些惊讶道 不错 历届的赌率都是这般 因为这次赌局的庄家 方程占最大的份额 所以虽然赌率较低 但因为方程的介入 信誉空前提高 大家也会赌一把 林孝耐心解释 也好 城主大人也准备下注吗 唐颜笑着问道 你和冬雪 我都会下注五十万两银子 你们可要争口气 不要让我这些年存的银子 都搭进去了 林孝开了句玩笑 哼 前些日子 唐颜去闯绝沙楼 咱们还赚了一百万两银子 哪要你这些年存的银子了 林冬雪毫不客气地拆穿 林孝老脸难得一红 洋装怒道 小孩子瞎说什么 唐颜听到有些玩耳 城主虽然平日高高在上 但在林冬雪面前 倒是一副慈父模样 等三人到了广场后 广场上又是人满为患 找到云城的场地坐好后 林孝等城主 便坐上了平尾台 当一阵悠扬的钟声传来 四周也安静下来 方城城主站起来 声音夹杂真气 朝四面八方传开 各位 今天便是冬域大比第二天 决斗规则与昨日一样 选手抽签决斗 而在比赛之前 我们也有一个娱乐活动 那就是猜测 谁会进入本次大比的前五 每个人可以选择 自己中意的一位进行下注 所有人的赔率皆是一比一 每注最低五两银子 最高没有上限 现在 所有参赛选手的名字 都在大牌子上 方问天话刚落下 一个大牌子就被立了起来 大幕牌上记录着 二十个选手的名字 而每个人名字后面 都有一个压注的字样 现在每个人后面 都显示的零 随着大家的下注 各位选手后面的压注数目 也会相应做出改变 下注时间为两刻钟 请要下注的人 到广场西北侧登记 而请参赛选手 现在上前抽签 方问天说完 在场的众人就沸腾起来 东宇四公子不行 那比较有潜力的 我看方程万飞姑娘不错 之前和玄阶二品对战 两招就打败了对手 宋城的宋青 潜力也很大 一身实力 也到了玄阶三品 青城孙龙 我也很看好 我感觉云城的灵冬雪 也不错呀 不错 灵冬雪也有潜力 台下议论纷纷 众人不管要不要下注的 都开始讨论 谁才是最有潜力 进入前五的人 等到唐妍等人抽完签后 广场西北端的下注处 已经是人满为患 十个登记点 似乎完全承受不住 大家的热情 我押青城孙龙 三十两银子 孙龙 五十两银子 宋城宋青 一万两银子 孙龙 五两银子 方城万飞 二十两银子 云城灵冬雪 十五两银子 宋青 五十万两银子 随着上面人的不断报数 原本那个大牌子上 人滨之后堵住的这个选项 数字也不断变化起来 这个大牌子 似乎也有一定的阵法支撑 随着堵住数字的变化 人们的排名也不断变化 堵住高的人民 会自动排列到前面去 而人们下注 百两银子以下的 一般都是一些家里比较英时 抱着玩一玩的心态 完全凭自己喜好去下注 而超过百两的 除了不少大户人家外 剩下大部分是和选手沾亲带故的 比如押宋青五十万两银子的 就是宋青的叔叔下得住 而能参加冬裕大比的 一般都是家族子弟 寒门子弟基本没有 而哪个家族子弟 会没有个亲朋好友 但是偏偏就有个例外 唐延 在云城确实有不少 依附唐家的家族 但云城距离方程最远 而且历劫垫底 几乎没有云城人会来观战 更别提下注了 而灵冬雪凭借之前 展现出玄阶三品的实力 也愣是给自己拉到了 八千多两银子的赌注 虽然这数量依旧偏下 但和排名最下面的唐延比 依旧有着云泥之别 唐延 排名在倒数第一 六十六两银子 哪怕是倒数第二 此刻都有一千多两银子的 友情压住 这唐延怎么就这么错 愣是两位数都突破不了 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这排名也基本趋于稳定 而大排上 众人也颇为震撼地打量排名 最上面的孙龙 愣是被压了四千八百多万两银子 直逼五千万两 而排名第二的宋青 也有四千二百万两银子的下注 而从第六名开始 压住就没那么疯狂了 比如在第七位的李峰 压住只有八十万两银子 连百两都没过 哈哈 六十六两银子 众人有人忍不住 指着唐延的排名笑了出来 这两位数的压住 甚至比排在第一位的孙龙还要眨眼 众人全部对着唐延的排位指指点点 当然 讨论的里面 幸灾乐祸的人居多 哼 看到这个排名 唐延唯有苦笑 忍不住摸了摸鼻子 感大到 这数字也蛮吉利的呀 哈哈 一旁的林东雪 再也忍耐不住 眼泪都要笑出来了 半嗓才喘过来气道 唐延 你这人气也太惨了吧 看了眼林东雪的压住 已经被压到了两万多两银子 虽然不多 但在云城如此尴尬的城池里 能凭他一己之力 获得这么多支持 确实是相当不错 好了 不说这个 你看看上面的排名 前六个 都是咱们昨天感觉很有潜力的对手 清城孙龙 宋城宋青 宋城和风正 方城万飞 方城既往 和清城杜琼 唐延正色道 这些人实力全都是玄阶三品 当然 不排除会有人隐藏实力达到四品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对手 都要全力以赴 切莫轻敌 唐延认真叮嘱 嗯 就连灵东雪也没发现 不知什么时候 自己对唐延的话 竟然有那么几分幸福 哈哈 时间差不多了 还有人要下注吗 几位城主呢 不支持下各自城内的俊杰吗 方问天笑眯眯地问道 眼睛却朝着灵啸瞄去 那唐延的压住就六十六两 我就不信你能忍住 果然 听到方问天的话 灵啸坐直了身子 不过他的话尚未说出口 就被一道声音打断 听湘国妙丹方 押云城唐延唐公子 一千万两银子 什么 听到这道声音 在场所有人身体一震 妙丹方 听那句话 还不是云城妙丹方 也不是东玉妙丹方 而听湘国妙丹方 这个在整个厅乡国都地位极高的势力 怎么会和云城的小人物扯上关系 当一名身穿单袍的老者 从人群中走出 唐延一眼认出了此人 正是葛明 不待众人和葛明打声招呼 又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 厅香紫竹城 押云城唐延唐公子 五千万两银子 第零八二章 战宋卿 突然传来的声音 让众人神情一阵恍惚 刚刚南部城市幻听 紫竹城 那么高大上的城 平日或许连冬域都不屑于关注吧 怎么会和唐延扯上关系 同时出现的两个巨无霸 让众人心里一时难以平静 在他们看来 这唐延的实力并不足以争夺前五 而这些大势力之所以支持唐延 很大一个原因 便是给唐延长长脸 毕竟虽然这几千万两银子看着很多 但在这两大势力眼里 只不过九牛一毛罢了 如果他们能确保唐延会赢 压个几亿两银子又有何妨 而两大势力的介入 更让人认为唐延实力与众人相比 还是稍训一筹 但唐延能和这两大势力沾上关系 也让人不容小觑 至少 在没调查清楚唐延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前 在场的人 是没人再敢招惹唐延了 随着两大势力的压注 唐延的名字在大牌上 直接一跃到了第一 听到那五千万两银子的下注 唐延脑海中就浮现出 紫运成熟妙慢的婀娜身姿 他知道这肯定与紫运脱不了关系 原来有紫竹城的贵客若方承 真是荣幸之志 招待不周 还望勿怪 方问天站起来 朝着那名中年汉子拱手 方承主客气了 如有时间 一定叨扰 方脸汉子客气回应 林孝脸皮也是抖了抖 这唐延这么多年 不险山不漏水 但这突然爆发出的人脉 也未免太惊世害俗了些 这妙单方葛明尚在云城 虽然不知为何会和唐延扯上关系 但毕竟这么近 也有可能会是受到唐老爷子的委托 但是那紫竹城 在整个厅乡国 都是极大的势力 且离云城十万八千里 这小子是如何套上的关系 自认为对唐延比较了解的林孝 都惊骇莫名 更别提其他人了 姚谦也一脸忌惮地看着唐延 这小子 让雨成丢了这么大一个脸 他本想有机会被暗杀此子 但这么大的背景 自己想要下手 还真要鼓量一下 爷爷 人群中 一名眼睛漆黑乌亮的少年 扯着一旁老者的袖子 呵呵 这群凡夫俗子 竟然看不出唐公子大财 也罢 老夫也助阵一把 沈山自然懂沈鹤的意思 摸了摸孙子的头 大声笑道 一一两银子 压唐公子赢 此话一出 场内出现片刻的寂静 紧接着 人群就如炸开锅般 激动地讨论起来 那个人什么来头 好大的手扁 不认识 不会又是哪个大势力的人吧 这么多银子 恐怕男友家族一次性 能拿出这么多银子来 这唐言究竟是什么来头 怎么这么多大势力支持他 大多数人都在猜测着老者的身份 当然 也有不少人对此表示不屑 不就是有人多支持些银子吗 到时唐言一说 这银子 可不都落进了方程口袋 爷爷 你不是说银子到了 咱们这层次 已经不重要了吗 怎么才压了一页 沈鹤不满地撅着嘴 听到孙子的抱怨 沈山也有些眩晕 苦笑道 这一亿两银子 别说是在东狱 在整个天乡国 都是一个大手笔 而且咱们出门 带这么多银子做善 一亿两 已经是我全部携带的银票了 而林孝此刻心里虽然震撼 但心中仍有不小的尴尬 这些人都是疯了吗 赶在自己下注之前 突然压了这么多银子 原本五十两银子 算是很多的银子了 但和突然挑出来的三个注 这五十万两银子 压根不够看的 但自己之前就答应过 要支持林东雪和唐妍 现在如果食言 到时如何跟自己女儿和唐妍说 唐妍顺着这道声音看去 当看到竟然是沈山祖孙时 心中微微有些诧异 这两人怎么还没离开云城 似乎感受到唐妍的目光 沈山对唐妍善意一笑 唐妍也点点头回应 墨斌和五成城主 此时都颇为忌惮地看着沈山 他们这些年 不知见过多少高手 而他们本身实力也极强 但他们竟然完全看不透 这老者的实力 这也证明了一个情况 这个老者的实力 比他们要高出许多 当推断出这个结论时 众人脸上又是一阵 难不成是天阶高手 方问天看着大牌上 唐妍那一亿七千多万两银子的压柱 脸上的肌肉 急剧抖动几下 只要唐妍说了 这些银子 可都归方城了 饶是一城之主 面对如此巨额 心也会动几下 停息下心情后 方问天才道 既然再无下柱 等等 方兄 林某尚未下柱呢 哪怕心中无比尴尬 林孝依旧站了起来 感受到众人疑惑的目光 林孝心意横道 我云城压陵冬雪三百万两银子 唐妍三百万两银子 虽然和之前的三个压柱 有很大的差距 但和其他四成比 林孝算是下柱最高的城主了 而众人在唐妍身上下的柱 终于达到了两翼之举 林城主好气魄 方问天笑了笑 看着四周在无人下柱 便宣布决斗开始 既然无人在下柱 那第二轮冬裕大比 正式开始 手中持有一号牌的俊杰 上擂台 随着方问天令下 两人便从清城与宋城的位置上出来 而唐妍也坐直了身体 仔细看着场上人的决斗 方城 宋城和清城 不愧为冬裕靠前的三城 里面人的战斗经验很强 武技也十分凌厉 唐妍依旧和林冬雪 分析场上人们决斗中 出现的优点和缺点 经过上一轮的淘汰 这一次人们的战斗力 明显要提升了一截 唐妍手中的号码是八 而林冬雪则是六号 十个号码中两个 最顺的号码都降落在云城 难不成这是天意 第一轮 那清城陈庆之实力不错 三阶巅峰的实力 在武技上有一定造诣 黄阶上品的武技 用得十分熟练 如果下一次你碰上他 一定要速战 不要给他喘息动用武技的机会 第二轮 万飞对战遥远 遥远只有玄阶二品实力 而万飞则是身经百战的雇佣兵 实力有天壤之别 你如果对上他 一定要胆大心细 你跟他实力相当 只能拼技巧 第三轮 清城送龙对方城方尘 两人表现出的实力 皆是玄阶三品 但你看 那孙龙气色不变 战斗起来游刃有余 本来很凶险的攻击 但他眼中并没有应有的惊慌 显然是有底牌 我怀疑他 要么有武技 要么实力有所隐瞒 你且要注意 第四轮 把前面五轮的人都拉开差距后 就到林冬雪上场了 对于这个漂亮的女孩 大家也都记得 而他对手 则是清城杜金 杜金实力只不过二阶巅峰 无论在力量 速度 武技 还是技巧上 林冬雪都是略胜一筹 这一局很快便胜出 而墨冰看着林冬雪 眼中则是一彩连连 忍不住地点头称赞 本以为这冬裕这么大点地方 不会出太多让他看好的人 但这次一来 不少选手 都让他眼睛一亮 甚至是让他都看不透 比如即将上场的唐颜 等林冬雪之后 又一场决斗完毕 红袍老者大声宣布 请八号俊杰 上位台 当唐颜从座位上刚站起时 四面八方的目光 就落在了唐颜身上 虽然对唐颜的实力 依旧有不小的怀疑 但压住牌上 愣是被人砸了两亿银子的猛人 依旧让人难以忽视 宋青 当看到宋城同样有人站起来后 人群中发出一道惊呼 虽然宋青在榜单上 只排在第三 但依旧有着四千二百多万两的支持 如此高的呼声 也表明其实力的不凡 方程席位上 方轩脸上露出一丝兴致 唐颜之前 凭借玄界一品的实力 便把玄界三品的苏维打败了 你们说 这次比赛谁会赢 成功并未着急回答 看了眼坐在身旁的万飞 问道 万姑娘 听说你和台上那姓唐的认识 你说这次比赛 谁赢 唐颜 万飞不假思索道 听到万飞斩钉截铁的口气 成功脸上露出一丝轻视 隔街如隔山 唐颜上次和苏维的胜利 完全是凭运气 以及苏维的大意 况且我听说 宋城为了磨练他 还专门雇佣了杀手对他刺杀 这样的变态环境下 唐颜想赢 胜算估计为零 听到成功的分析 方轩也点了点头 宋青的实力确实不错 和清城孙龙 实力应该在伯仲之间 一身实力 已经玄阶三品巅峰 针对他之前的训练 相信他作战能力很强 唐颜想赢 胜算确实不大 方轩自信的神色 确实赢得了周围不少人的赞同 万飞则审然一笑 不去辩解 当年自己陷入危机 唐颜只凭黄街九品的实力 便救下了自己 而十天前 唐颜又凭借自己实力 通关绝杀楼 而这些 在整个冬域历史 都未曾有人做到 而又在昨天 唐颜凭借玄街一品的实力 越级碾压玄街三品高手 又在今日 愣是创下了 单人被下注两亿营 自己看上的人 岂是你们认为 那就能实现了的 擂台上 唐颜打亮一下 眼前这个一身轻衣 身材轻瘦的年轻人 心中闪过一丝凛然 这个外貌看似普通的少年 但身上却散发着 无比凌厉的气势 这种气势 必然是经历过不少磨难 才能真正地形成 宋城 宋青 轻衣少年 颇为计较地看着唐颜 冷声道 我劝你直接下去 我下手很少有分寸的 感受到一股 长刀出鞘的气势 从宋青身上陡然爆发 如同匹炼冲向唐颜 唐颜嘴角微微一扬 第零八三章 前十争锋 唐颜前一世 不知见过多少全高位重 或者实力非凡的大人物 早已习惯了各种威压 除非有人实力 超出唐颜很多 然后动用真气来压制唐颜 否则单凭气势 根本无法耐唐颜如何 面对宋青间接的威胁 唐颜平静道 云城唐颜 请指教 听到唐颜不卑不亢的态度 宋青笑道 不错 有种 不过这场比赛 是你最后一次战斗 好好珍惜吧 第八场决斗 开始 等两人废话差不多了 红袍老者直接宣布开始 随着红袍老者声音结束 宋青身形猛地朝唐颜冲来 好快 看到宋青快若闪电的动作 台下众人发出一阵惊呼 两人距离并不远 宋青一个加速 就要到唐颜身边 早已叙事待发的右拳 猛然朝唐颜挥去 唐颜瞳孔微缩 这声势浩大的一拳 但他仍能看出 宋青并未动用权力 以唐颜独辣的经验 宋青这迅速的一拳后 还会紧跟着再来一击进攻 如果反应不够迅速 哪怕是玄阶四品的舞者 都很有可能着了宋青的刀 恐怕只能在他手底走两招 唐颜目光如电 不敢拖大 一股凌厉的气势 从他身上散发开去 玄阶二品巅峰 感受到唐颜的实力 台下的人发出一阵轰动 原来这个家伙 一直隐藏了实力 虽然众人依旧感觉 唐颜很难获胜 但仍有不少人 对这次比赛的输赢 心里起了些微妙的变化 面对宋青威猛的一拳 唐颜不退反进 快步赢了上去 看到唐颜竟然冲上来 宋青眼中闪过浓烈的不屑 虽然你实力提升到了玄阶二品 但和我依旧有着不小的差距 碰 当两人的拳头撞在一起后 唐颜立刻被震退了一步 宋青眼中闪过一丝亚异 这唐颜和自己硬抗了一击 竟然仅被震退了一步 他自然不知道唐颜在瀑布下 扛着多大的重力在练习 不过他也不想知道 因为他的第二击 已经如同毒蛇出洞 突然展现出来 结束了 宋青轻声道 二连击 当看到宋青一击之后 几乎毫无间隔地轰出了第二击 场面一时有些沸腾 刘星掌 气势快速地收缩 全部集中在了右掌 右掌快若柳星 出其不意 唐颜看来要输了 评委台上 摇迁幸灾乐祸地说了句 其他几人听后 也微不可查地点头 唐颜刚刚仅用玄界二品的实力 而且被震退了一步 还没等他身形稳住 宋青那凶悍的一技五技 就喷波出 这样的攻击出其不意 哪怕是玄界四品 都要吃大亏 更何况是唐颜 唐颜要败了 宋青实力果然不错 方程作席上 方轩赞了一句 土鸡娃狗 上不了台面 能坚持到现在 已经不错了 诶 成功也目录不懈地看着台上 话未说完 表情就是一致 宋青的一掌 已经打在唐颜身上 但那道身影 却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 残影 好快 评委台上 莫兵一拍桌子赞叹 这小子的步伐 也不知是什么品阶 竟然能如此灵动 一掌打空的宋青心中一惊 就感觉一道进风朝自己袭来 该我了 一道温和的声音传来 宋青就看到唐颜的身形 已经朝自己冲来 本以为自己二连击 哪怕没把唐颜打成重伤 也必然能让他无比狼狈 结果现在的情况 竟然是自己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提起真气 宋青拼尽全力 一拳迎了上去 碰 千山拳第一击后 唐颜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千山拳第二拳也立刻轰出 这一次 宋青原本高傲的脸 终于动容 虽然唐颜的实力 只展现出玄阶二品 但这一拳的威力 竟然给他一种极为危险的感觉 而自己体内的真气 确实一时提不上来 只能躲 身形急速后退 堪堪躲过了这一击 而台下已经哗然 玄阶三品巅峰的舞者 竟然被二品的唐颜 硬生生给逼退了 而评委台上的摇签 只感觉自己的脸 被人狠狠地抽了一巴掌 自己刚下完定论 唐颜就用事实强烈反驳了他 其他城主也都感觉清醒 还好之前没有接摇签的话 有些意思 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你 宋青眼中露出一道寒光 竟然能把我逼退 这份屈辱 只有把你完全地压制 才能被洗刷 说吧 宋青的身形 再次朝唐颜冲去 看到宋青如此快速地动作 唐颜知道 宋青一定想快送攻击 利用力量 速度来彻底压住自己 但这一次 宋青 你的如意算盘 恐怕又落空了 唐颜嘴角一扬 格斗之心快速运转起来 而原本宋青看似很快的攻击 在唐颜眼里 已经全部缓慢了下来 好 看到宋青拳头 轰向自己心窝 魅影部迅速展开 朝左偏离几分 恰好避开这一击 怒喝一声 唐颜迅速朝前轰出一拳 已经知道唐颜速度很快 当看到唐颜避开时 宋青便做好了准备 原本出拳的轨迹朝一遍 朝唐颜拳头迎了上去 怎么可能 当两拳就要相撞时 唐颜如离弦之剑的冲势 竟然在这一瞬间 神奇地划了一道弧度 朝宋青手腕打去 众人惊讶地看着唐颜 嘴巴已经张成了圆形 天哪 这小子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宋青心神巨震 这么短的距离 已经没有时间给他来反抗 而唐颜的拳头 已经重重地砸在了 他手腕上 咔 一道清脆的鼓裂声 顺着宋青的手腕传来 宋青心中无比羞愤 本以为自己用力量和速度 单纯地用普通攻击 去战胜唐颜 会留下一段佳话 谁知道 现在竟然变成了一个笑话 提口真气 就要再次朝唐颜发动攻击 唐颜的进攻 竟然已经到了他眼前 砰砰砰 两人在战场上 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说是交锋 不如说是唐颜全面展开了进攻 在唐颜迅猛流畅的进攻下 以作战经验 无比丰富著称的宋青 竟然被压制的 仅有招架之力 砰 当千山拳再次被唐颜轰出来时 不少人已经心神俱震 招式与武技完美贯通 难不成是 格斗之星 当看到唐颜连续把千山拳 轰出三拳后 竟然毫无停顿地继续出招后 莫兵竟然有失身份 直接从桌子上站了起来 格斗之星 几名城主听后 眼中也闪过一丝震撼 格斗之星 这不仅无比惊人的天赋 更要有天时 地利等各种因素 才会有可能触发 这小子究竟经历过什么 连格斗之星都能领悟 砰 一直被唐颜压着打的宋青 在经过唐颜三道千山拳后 就到了落败的临界点 当唐颜再次出招时 他再也来不及抵抗 被唐颜一脚踹飞了出去 重重摔倒在台上 你说了 唐颜平静说道 并未再次进攻 虽然眼中仍有不甘 但宋青知道 自己确实输了 努力从地上爬起来 看着唐颜道 你确实很强 不过 总有一天 我会超过你的 唐颜眼中闪过一丝亚意 输了 还能保持如此强的士气 输为不易 我等着 唐颜抛下一句话 转身走下台去 十场战斗 很快便落下帷幕 并没有给 众人留太多的恢复时间 方问天给每个参赛选手 下发了一枚 恢复真气用的丹药后 便让大家准备下一场战斗 看着手中 二阶低品的丹药 唐颜并未服下 而是自顾自 从怀中取出自己的丹药 分给林东学几枚后 两人便来到恢复区 恢复着消耗的体力 一个时辰后 一道悠扬的声音传来 唐颜知道 下一次比赛就要开始了 虽然说是抽签 但也并非完全公平 东玉四公子的抽签 和其余六人是分开抽取 这也是为了保护 东玉四公子之间提前开战 避免错失人才 除了东玉四公子 剩下的六人 分别是方承万飞 陈阳 清承孙龙 陈庆之 云承唐颜 林东学 到了这一战 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 除了东玉四公子外 其他人都十分好奇 这一战究竟会有谁 会进入前五之列 所有人看向唐颜的目光 都闪过一丝怪异 如果这小子赢了 恐怕方承城主就要哭了 本以为会捞一笔 谁知道最后会赔 而大多数人 都没在唐颜身上下注 所以 全场数万人 同时开始祈祷唐颜会输 还好唐颜不知道众人的想法 否则还不知他心里会怎么想 当众人抽好签后 唐颜抽到的是五号 而林东学 则抽到了一号 莫兵倾咳一声 立刻吸引众人的注意 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 缓声道 能参赛冬玉大比的 都是冬玉的俊杰 而能闯进前十的 也都是其中翘楚 我青龙院招人 不仅看实力 也看潜力 所以 接下来的战斗 诸位也不要藏着掖着 哪怕最后排名不靠前 但若让我看出潜力 也可破格进入青龙院 众人听到精神一震 相信有莫老这句话 那十名选手 更会拼命决斗 请手中只有一号牌子的俊杰 上位台 红袍老者大声说道 随着红袍老者说完 林冬雪便从座位上起身 倾城的方向上 孙龙也满脸笑意地站了起来 忽方问天心中悄悄松了口气 还好这次出场的是林冬雪 而不是唐岩 这一次十进五 无场比赛中 只有一人无法对上冬玉四公子 这一次 唐岩错失了机会 唐岩身上的两翼压住 就要归方成所有了 而一些在孙龙身上吓住的人 全都发出阵阵欢呼 在他们看来 他们吓得住 已经翻了一倍 姑娘 真的要打一场吗 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坐下 喝杯茶赏赏花 相信比这个要有意义 看到如花似玉的林冬雪 孙龙一时心神荡漾 林姑娘 答应孙公子吧 台下有人接了一句 立刻引来一阵轻松的笑声 作为一城之主千金 林冬雪反应可不慢 只听他回应一句 立刻让孙龙脸上笑容消失 第零八四章 两场出乎预料的胜利 如果孙公子主动认输 喝茶的事 可以考虑一下 林冬雪不冷不热回敬一句 既然林姑娘不领情 那就不要怪孙某手下无情了 孙龙冷哼一声 决斗开始 红袍老者下令 林冬雪美目盯着孙龙 脑海中回想自己上台前 唐颜快速跟自己说的话 孙龙这个人综合战斗力很强 比如速度 作战能力 而且很有可能隐藏实力 作战就要避其风锐 养己之长 你和他之间 在力量上并不占优势 你的优势便是作战技巧 只要有一点能胜过他 而且保持这项优势 哪怕他实力达到四平 你也有一战之力 记住 刚开场便全力攻击 尽可能地压制他 让他空有一身力量使不出来 和唐颜相处这些天 林冬雪对唐颜在作战上的话 已经无比幸福 比赛刚开始 玄阶三品巅峰的实力瞬间爆发 脚踩步伐 迅速朝孙龙奔去 娇鹤一声 林冬雪快拳便到了孙龙身前 孙龙轻蔑一笑 也挥拳迎了上去 就待两人的招式 要撞在一起时 林冬雪全是不变 单膝朝地上一去 虽然出拳的攻击 没有发生改变 但这一招的攻击位置 立刻向下偏移几分 唐颜眼睛一亮 看着林冬雪的眼神充满赞叹 这林冬雪果然是天资聪慧 这样的主意都能想出来 林孝也满脸诧异地看着林冬雪 自家闺女 啥时候进攻也讲究技巧了 不错 看到林冬雪出招 莫冰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林冬雪根骨不错 而且出手刁钻灵力 女孩子能有如此天赋 输为不易 莫冰也没想到 林冬雪突然来这么一击 短暂的惊愕后 心中微微一叹 一股新生力量涌出 让其攻击方向 朝林冬雪又全挡去 感受到孙龙突然展现出的气势 所有人同时一愣 玄阶四片 有人没忍住惊呼出来 而一些在孙龙身上吓住的人 心情愈发畅快起来 一瞬间 场内支援孙龙的呼声越来越高 虽然对孙龙突然爆发的实力感到棘手 但林冬雪并没有多少压抑 依旧按照自己原计划展开进攻 虽然林冬雪仅有玄阶三平的实力 但孙龙经过一次出招的轨迹变化 很难把力量全部发挥 这一击之后 竟也就落了个平分秋色 一击之后 林冬雪借是一个扫腿 展开了第二次攻击 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 原本众人还认为 孙龙必赢的人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怀疑 这都一刻钟过去了 战斗的情况 依旧是林冬雪掌握了主动权 孙龙竟然连一次主动进攻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女娃娃不错 真不错 莫冰又赞叹了一句 听到莫老几番夸赞自己女儿 林孝心中则乐开了花 他知道莫老心中 可能已经看中了林冬雪的天赋 当下谦虚道 莫老谬赞了 那丫头也是瞎打 莫老直接否定了林孝的客套 继续赞道 这可不是瞎打 你们看看 那丫头虽然和孙龙相差一个品阶 但每次出招都能准确地找到他进攻的弱点 而且战斗的速度很快 虽然和唐颜领悟的格斗之心有些差距 但和普通的无辙比 能有这番经验 已经是难得可贵 而且贵成两名小子 战斗风格还有些类似 想来是林成主攻身指导的吧 能交出这样的人才 林成主有心了 方问天等人 听到莫冰竟然又提到唐颜和格斗之心 心又是秃了秃 难不成莫老 已经看中了云城两名选手不成 听完莫冰的夸赞 林孝心里大为窘迫 自家的事自己知道 自己调教林东雪十多年 虽然比普通家族子弟要强一些 但和真正的天才比 仍有较大差距 如果没有唐颜 林东雪在第二轮决斗 想赢的几率都非常渺茫 也就是跟着唐颜十多天的功夫 自己女儿的潜力 像是一座金矿 被唐颜大力挖掘出来 和唐颜一比 是哪来什么教导人才的天赋 附和着甘孝几声 林孝指的厚着脸皮 须以微移几句 碰 正待林孝和莫冰客套之际 一道沉闷的碰撞声响起 紧随着的便是人们的惊呼声 只见林东雪 竟然抢过一个空档 一拳将孙龙轰飞出去 这不可能 人们纷纷揉着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而也有一些支持林东雪的人 脸上则露出了笑意 我赢了 林东雪再次奚落一句 还好没跟你去喝喝茶 孙龙脸色有些胀红 唐颜这一拳打在他小腹上 真气一时无法提出 自己确实是败了 自己堂堂玄街四品高手 竟然败给了一个 十里只有三品的女人身上 在想到自己 刚上台对林东雪说的话 孙龙感觉自己的脸上火辣辣的 云成林东雪胜 呆呆之中反映过来的红袍老者 大声宣布 林东雪的获胜 实在出乎了众人意料 一时间场内讨论声不断 不错 真厉害 看到林东雪下来 唐颜立刻赞道 那当然 本小姐出马 怎么会失手 得意的嘚瑟下 林东雪才道 这回你对上的 可是冬裕四公子之一 一定要小心啊 之前某人跟我打了个赌 我对某人输了的赌注很感兴趣啊 怎么会输呢 听到唐颜见兮兮的话 林东雪翘脸微红 他哪里想不到唐颜说的啥 气急败坏的脆道 你脸皮真厚 讨厌死你了 你不会想赖账吧 唐颜惊讶到 林姑娘作为城主府千金 说出的话 完全代表城主府啊 哼 你要是能夺冠 本小姐的话自然作数 不过你说了 可别忘了跟本姑娘陪练一个月 嘿嘿 一言为定 接下来的战斗 便是万飞对决 东玉四公子之一 宋泽 宋泽实力早已踏入玄阶四品 一身实力非凡 而作为四公子之一 宋泽也没有那种 盛气凌人的气势 反而温和的一伸手 道 万飞姑娘 请 决斗 开始 看到两人已经准备妥当 红袍老者下令开始 当玄阶四品的实力迸发时 一些支持宋泽的人 发出阵阵喝彩 那凝炼的气息 显然已经把四品的实力夯实 唐颜双眼微眯 看着台上的万飞 心中产生一丝疑惑 万飞在方程 没有任何背景 她是如何掌握的修炼资源 又如何踏入的玄阶三品 一时间 唐颜对万飞的实力 也有一些怀疑 此女的实力 真的只有玄阶三品 当宋泽身上的实力展开后 万飞身上的气势 也随之发生变化 一股同样凶悍的气势 从万飞身上爆发 玄阶四品 感受到万飞身上传出的气势 唐颜心中有些诧异 这女人果然不简单 小心了 万飞提醒一声 便冲了上去 一道极为凶悍的气息陡然出现 如同火山喷发 瞬间就爆发出无比骇人的力量 玄阶五界 感受到万飞身上传来的气息 宋泽不敢大意 体内真气运转 一道蓝色的山影 在她身前出现 山崩进 刚开始就展开了五级上的对碰 瞬间激起了无数人的兴趣 一击之后 万飞的身形也朝宋泽冲去 果然是在方程都出名的雇佣兵 万飞的作战经验也无比丰富 虽然宋泽成名已久 但在招式上并不占任何优势 当然 万飞也不给宋泽创造优势的机会 几招之后 已经缓过来的万飞 又是一记武器抛了过去 血沙 娇喝一声 一道血红色的红光 围着万飞胳膊玄绕 不断地流动 如同一条红蛇 看到万飞如此快 就发动一记武器 宋泽的脸终于不好看起来 这封女人这次动用的武器 依旧在玄节水平 如果这封女人多来几次武器 这仗打不打 而且 这和女人使用武器的速度 怎么这么快 仓促之下 宋泽只能施展黄阶武器应对 这一招下 宋泽竟然落了下风 这万飞 竟然可以将武器施展的时间压缩 莫兵眼中闪过一丝亚异 这冬域这么大点地方 竟然能诞生出如此人才 接下来的战斗 也证明了宋泽的担忧 不是没有原因的 只是几招后 万飞又一记武器攻来 武器施展起来依旧迅速 等级依旧是玄阶 宋泽几乎崩溃了 本以为必胜的局面 自己怎么就遇到了这么一个怪胎 自己再接他一招 如果他再几招后 再动用武器 老子就认输 当这次武器的对碰后 原本就处于劣势的宋泽 状况更为紧急 原本支撑宋泽的呼声 如同被掐住脖子的鸟 再也叫不出声来 世界上有很多很奇妙的事 比如 越不想让一件事发生 那件事发生的几率就越大 准备搬回劣势的宋泽 当感受到一股 极为强悍的气息出现时 心中的那道防线 终于崩溃了 排云掌 一道交贺后 铺天盖地的掌影 如同云层般 一波一波朝宋泽压去 砰砰砰 砰 已经落入下风的宋泽 终于抵抗不住 这一个个高阶武器的冲击 身上连中三掌后 一口鲜血立刻喷出 宋公子 承让 万飞朝宋泽拱了拱手 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 那种成熟果断的女王气质 让不少男人片刻有些失神 第二场 方程万飞胜 红袍老者宣布结果 万飞朝台下一扫 眼睛落在了云城的席位 当看到唐岩时 万飞原本还挂着的一抹笑容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085章 不给你看 从唐岩的口型上 万飞敢打一万个包票 唐岩说的是 大婶 恭喜 妈的 老娘今年才22好吗 上次在苍云山 老娘显得狼狈 你叫就叫了 现在老娘哪里像大婶了 强忍住冲到唐岩面前 跟她打一场的冲动 狠狠瞪了眼唐岩 才做回方程的席位 而唐岩分明从万飞眼中读出 待会有你好看的的意味 咦 万飞姑娘都答应了 脸色还这么难看 看到万飞过来 方轩打去一句 不过眼中却闪过一丝忌惮 哼 少管闲事 万飞正处在气头上 美好气地说了句 哈 这一次冬遇大笔 前五咱们方程就可占三个呀 成功笑道 之前送程的人就这么想的 结果都输了 万飞不嫌不但说了句 哦 难不成万飞姑娘认为 唐岩那家伙 会胜过方轩或者我 成功心中隐约有了火气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成功子切莫轻视对手 成功怒急反笑 站起身道 我便去看看 那小子是几号 我也好会会他 看着成功的背影 万飞脸上露出一丝 奸计得逞的笑意 哼哼 唐岩 你敢叫老娘大婶 我倒要看看 你能不能进前五 小子 你手里的牌子是几号 唐岩正和林东雪说话 耳边突然传来一道问话 扭过头看去 当看到来人是成功时 唐岩心里有点莫名其妙 问你话呢 成功走过来 指着唐岩道 不悦地皱了皱眉头 对于不尊重自己的人 唐岩也没必要给他面子 当下冷说道 关你屁事 成功走过来时 已经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听到唐岩如此不给面子的话 瞬间引发一阵哄笑 看到唐岩竟然摆出这个态度 成功心中一怒 看到唐岩的牌子 反过来卡在桌上 伸手便去翻开 啪 唐岩一巴掌 把成功的手打开 传出一道清脆的声音 给老子看看 看到唐岩竟然打开自己的手 成功心中一怒 再次去抓那块牌子 滚 唐岩毫不犹豫 再次把成功的手打开 找死 成功眼中闪过一丝寒意 又一次去掀唐岩的牌号 啪 回应成功的 依旧是打开他的手 不过这一次 成功手被打开后 并未继续去掀那牌子 而是直接一拳打向了唐岩的手腕 唐岩手朝回一缩 躲过了这一击 看到唐岩躲开 成功眼里闪过不屑的神色 在实力面前 所有清高都是扯淡 当看到成功再次伸手去掀木牌时 唐岩心里已生出无限的怒火 啪 一道响亮的声音传来 不过和之前三次不同 这次打的不是胳膊 而是成功的脸 给脸不要脸 唐岩怒骂道 这一道清脆的巴掌声 立刻吸引了不少人目光 场面顿时一片哗然 而台上比赛的人 虽然是冬裕四公子之一的杜叔 但和成功被删耳光这事比 立刻降了不少吸引力 你找死 短暂的诗神 成功脸色战红 自己竟然被一个之前 名不见经传的小子 打了耳光 以后自己怎么再方程混 玄阶四品的气势 瞬间被成功展开 成功眼里充满了愤怒 含恨朝唐岩轰出一拳 那边怎么回事 难不成两人已经迫不及待 想奋出胜负 不明白 两人为何在台下就开打 人群里四处有人询问 知道情况的人 你难道没看见 刚刚云成那小子 删了成功一巴掌 立刻有人回答 几夕之间 东玉四公子成功 被云成唐岩删耳光的事 竟然就在数万人中传开了 感受到成功这来势汹汹的一拳 唐岩心中凛然 既然作为东玉四公子 实力必然有可圈可点之处 自己只有玄阶三平的实力 如果不动用一些底牌 想要完全压制成功 还需要不小的麻烦 深吸口气 唐岩也伸手迎了上去 呼 一道轻微无比的声音 陡然从唐岩手心传来 一道古白色的火苗 在唐岩手心一闪而逝 随着唐岩对控火爵理解的提升 加上十多天对炼魂火的炼化 唐岩已经可以做到 将火焰的攻击范围锁定在一个人身上 当那团古白色火焰出现的瞬间 成功只感觉脑袋如同针扎一般 突然有种血运的感觉 虽然这感觉一闪而过 但时间也完全够唐岩用的了 啪 又一道清脆的声音传来 成功的脸再次被唐岩抽了一次 这一次唐岩下手可没客气 这一巴掌下去 成功愣是被抽退几步 之前因为事发突然 上一次成功被打 看到的人只有部分 而现在大家的视线 已经落在了唐岩这边 两人的一举一动 全落在大家眼中 当看到成功真的被唐岩抽耳光后 众人意识有些呆滞 成功不是东玉四公子吗 这么强悍的实力 在唐岩面前竟然毫无还手之力 我要杀了你 稳住身形的成功 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 双目赤红 再次朝唐岩冲去 大猎豹 成功怒吼一句 无数道气流 在成功身前凝聚 砰砰砰 那些气流相互挤压 形成道道沉闷的声响 而成功的衣衫 也随着这些气流烈烈作响 重重朝前迈一步 一道恐怖的气息 就朝唐岩袭去 成功这一击 竟然给自己一种 泰山压顶的压抑感 玄阶四品全力施展的武技 其威力可想而知 唐岩并不硬抗 魅影部在原地迅速展开 朝左退了一步 千山拳也瞬间施展开来 三品 感受到唐岩身上的气息 方程席位上的万菲和方轩 眼中都闪过无比的压抑 这小子竟然在东玉大比一开始 就一直隐藏着实力 砰砰砰 千山拳第三拳 以一个无比刁钻的角度 狠狠朝成功左肋打去 这一处气息最弱 唐岩有信心 平三阶的实力 硬扛下成功的寒恨一击 但只是硬扛下来 并不是唐岩想要的 所以练魂火 再次被唐岩施展出来 古白色在拳头前一闪而过 成功再次感觉脑袋有些眩晕 真气在这一瞬间 竟然停止了输送 砰 两人的招式 也终于撞在一起 心神受到影响 成功这一招的威力 又打了不少折扣 在唐岩的千山拳下 成功的身体 朝后退了一步 啪 趁你病要你命 唐岩毫不拖泥带水 冲上去甩手 又是一个巴掌 声音清脆响亮 但并不悦耳 至少方程众人感觉 不是很悦耳 成功并不傻 连续两次脑袋眩晕 这显然不是自己出了问题 颇为忌惮地看着唐岩 再次冲了过来 大猎豹 刚刚那个武技 再次被成功施展开来 无数道气流再次出现 在成功身前发出 砰砰的爆破声响 成功大喝一声 这团极不稳定的狂暴气流 就朝唐岩冲去 死不悔改 唐岩轻哼一声 千山拳再次施展开来 古白色的火焰一闪而眉 虽然成功已经很谨慎 但炼魂火毕竟为天地灵火 一般人极难抗衡 那种血运感重新传来 紧接着唐岩的拳头 就冲向了自己 砰砰砰砰 唐岩连续三个转身后 千山拳第四拳 就朝成功轰去 砰 本就真气没供应上的成功 面对唐岩这招攻击 终于没撑住 被连震退几步 唐岩起身上前 一拳再次轰了上去 住 砰 方问天化卫说完 唐岩的拳头 就已落在成功身上 唐岩这一击可没客气 成功躺在地上 一时爬不起来 只是双眼怨恨地看着唐岩 浓烈的屈辱感油然生起 这时候 第三场比赛已经结束 清城杜书赢得了胜利 怎么回事 方问天化问道 唐岩心中冷笑 之前自己和成功发生矛盾 你们能没看见 上前一步 道 成功晚上有急事 想早点结束进城 看到在下手中号牌与他相同 便在台下与我切磋一番 虽然唐岩这个理由很扯 但也给了方问天 一个很好的台阶 毕竟是成功到了别人的地盘闹市 如果真要追究 责任还要落在方程 成功 是这样吗 方问天看向成功 差 差不多 成功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回答 心意横直接承认 那这次战斗 你别输了 颇为遗憾地看着成功 方问天语气充满责怪 唐岩赢了 人群中传来一道惊呼 早知道押云成两人了 众人也同时反应过来 可是有人在唐岩身上 共押了两亿两银子 爷爷 咱们赢了一亿两银子 沈赫瞪远眼睛道 沈山此刻也有些意外 之前看唐岩两场比赛 本以为唐岩很难抗衡东玉四公子 这一亿两银子 自己也只不过抱着给唐岩壮壮士气 谁知道最后自己还大赚了一笔 没想到小小的东玉 还有唐小兄弟这么妙的人 如果他生在北陵界 恐怕在北陵界的年轻一辈 也算实力不错的吧 沈山微微叹了口气 这云成也未免太强了些 东玉大比前五名 云成竟然近了两个 太可怕了 云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历届垫底 这一届进步竟然这么大 众人对云成指指点点 而云成灵笑脸上 则露出了淡淡的笑意 自己夫人脸上的伤疤消失 再到自己女儿实力大幅提升 东玉大比一名惊人 让云成地位水涨船高 好像认识唐颜 这小子之后 自己的生活 当大赛结束后 唐颜便收拾一番 准备和林笑回万方楼 唐小兄殿 刘布 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 唐颜扭头看去 发现沈山正对着招手 林笑也看清楚来人 正是在唐颜身上 压了一亿两银子的老者 有事你就先去吧 林笑笑道 那人是谁啊 林东雪心直口快 直接问道 前些日子出门遇到的朋友 貌似不是咱们听乡国的人 我先过去了 唐颜告了声罪 便朝沈山那边走去 沈老哥 小赫 我们又见面了 唐颜笑着打招呼 是啊 恰好这东玉 大比在方城举行 我便带赫看一看 没想到小兄弟也参加了 而且 小兄弟这越级挑战的战斗力 着实出乎了我的预料 沈山真心称赞 毕竟实力只有玄阶 一个品阶的差距并不大 这样的情况 在外界并不少见 没什么大不了 唐颜谦虚道 沈山看着唐颜 心中也生出浓重的好奇 这个年轻人 实力虽然很低 但心性却是颇价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才能教导出这样的徒弟来 小兄弟过签了 走 去我住的地儿聊聊 唐颜跟着沈山找了辆马车 一刻钟后 便来到了紫星湖的一处酒楼 走进酒楼 直接穿到后院 来到一处长廊 平栏远望 硕大的紫星湖的美景 一览无余 只是酒楼比较冷清 除了店小二外 竟然没有一位客人 在紫星湖如此繁华的地带 出现这样的情况 着实让人匪夷所思 似是看出唐颜的诧异 沈山解释说 我怕吵 便直接将这酒楼包了下来 明天就要离开了 怕吵就直接包个酒楼 这手笔未免太大了些 不过 想到沈山今天压住的时候 直接压了一两银子 唐颜心中便释然 这点银子 恐怕压根没放在沈山眼中 纳住老哥平安回去 唐颜拱了拱手 目光落在了沈鹤身上 老哥这次叫我来 难不成那心法对小鹤没有效果 听到唐颜的话 身上深吸口气 努力平静下激动的心情 张口说道 何止有效果 而且效果简直超乎我的想象 这才三天时间 小鹤的修为 直接冲上了原阶三品 唐颜心中一惊 三天进了三品 这速度 未免太逆天了吧 小鹤最近可服过什么灵药 唐颜问 担心身体承受不住 仅服过一枚二阶低品的灵药 这进阶的速度 别说小兄弟你 就连我都吓了一跳 沈山眼中闪过一丝欣喜 冰髓之体确实是天纵奇才 平时服用丹药 尽量避免火属性丹药 一些寒性丹药 小鹤吸收起来更有效果 唐颜仔细打量沈鹤 又让沈鹤伸出胳膊 搭载他脉搏探测一番 才笑道 这些年 小鹤服用过不少灵丹妙药 因为无法修炼 所以很多灵力淤积在体内 之所以进阶这么快 也有以往丹药沉积 现在却可以炼化的缘故 而小鹤体内 仍有不少灵药 随着他不断炼化 相信很快便能到黄街 听到唐颜的解释 沈山心中恍然 本来还担心自己孙子进阶过快 会有什么问题 感情是这个原因 心中松了口气的沈山 对唐颜到了声泄后 眼中有些犹豫 老哥有话但说无妨 唐颜笑道 不知小兄弟师成何人 沈山问道 这个 唐颜听后一愣 苦笑道 家师来去无踪 且生性淡薄 对于家师名号 我也一无所知 甚至一年都见不到几次 听到唐颜的回答 沈山信以为真 深吸口气道 不知尊师可否和小兄弟说过事 是 虽然前一世唐颜涉猎极广 但两个不同的世界 武道的进程也不一样 在现在这个大陆上 以武为尊 武道发展无比繁荣 很多东西 都是地球上不存在的 这个家师未曾提及 唐颜问道 老哥提这个作甚 明晚我便与赫尔离开 但我对唐兄弟一见如故 现在传小兄弟一些心得 希望对小兄弟能有所帮助 沈山道 是 却代表一个人的风格 代表一个人的精神 越早理解是 并找到自己的事 那在武道意图上 便可专攻一点 从而化实为己用 提高自己气场 唐颜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潜意识中 也有不少人宣扬式的重要性 比如福战 勇气也 一鼓作气 萨尔衰 萨尔节 这里提到的勇气 也是一种事 而这种事 却可影响一次战争的输赢 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浅显的说法 至于如何形成事 唐颜还是一无所知 只得静静听沈山的讲解 高山扬指 那种陡峭直冲云霄的风力 就是一种事 逐离山岗 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 是一种事 水滴石川 这种持之以恒的毅力 也是一种事 而我们便是要靠我们自身 衍生出自己的事 沈山的话如同惊雷 在唐颜脑海轰然炸开 两世为人 无论是天赋还是经验 唐颜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沈山的讲解话繁为简 比喻也十分恰当 唐颜顿时有一种明目的感觉 但心中仍有一层臂障 那就是这种气势 如何散发出来 就待唐颜疑惑间 突然 唐颜感觉身上一尘 一股莫大的压力 在自己身上出现 强烈的压迫感 从沈山身上散发 如同实质 直指唐颜 在这种气势下 唐颜竟然有一种错觉 眼前站着的沈山 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 而那股气势 则如同搭讪一般 压在自己身上 感受到这股气势 唐颜心中对视 又多了几分明目 沈山并未将身上的事收回 唐颜脸色涨红 呼吸越发急促 这便是事 也是把精神力 转化成另一种形态 所以是 它虽然无形 却真实存在 沈山的声音 适时地响起 本就领悟能力 非凡的唐颜 如同云雾 拨开玉青天 心中明静无比 向由心生 静由心躁 唐颜脑海中 突然蹦出来这么一句 开始闭上眼睛沉思 什么是自己的事 自己前一世 一生醉醉心丹道 克服无数困难 终为九阶丹师 但九阶丹师 唐颜总认为 没到尽头 九阶之上 难道真的没有十阶丹药 而为了丹道 再朝前进一步 唐颜耗尽心血 全心炼制十阶丹药 终因修炼不当 导致天地造化顶爆裂 带自己来到这个世界 而这一世 自己又为了舞蹈 不断追寻巅峰 这种虽然对前路未捕 但仍义无反顾地朝下走 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 岂不正是自己的道 唐颜感觉 一股蠢蠢欲动的波动 在自己脑中不断酝酿 如同火山一般 随时便可喷发 沈山的讲解 也逐渐结束 又将自己的气势 释放一会儿 掌口道 这些都是舞蹈上的一些心得 当然 想修炼出 是也极困难 需要不断地摸索 并非一蹴而就 唐小兄弟日后修炼 可以多再是上下些功夫 在步入天阶前 若能修炼出自己的事 日后的成就定不可限量 话刚说完 沈山便要将自己 释放出的气势收起 漠然 一道冲天起的气息 陡然从唐颜身上蹦践 在自己如山的气势下 那道气势竟然丝毫不惧 灵力无比直冲云霄 沈山心中矩震 震撼无比地盯着唐颜 感受到 那如有实质的气势 沈山只感觉一万匹羊驼 在心中狂奔 这怎么可能 玄阶舞者 领悟到了事 这天阶舞者 都极难领悟的东西 不过这些天和唐颜的相处 比如与他年龄不符的成熟 一眼看出审赫的体质 并给出了整个北灵界 都无法拿出的修炼功法 越级挑战等等 已经让沈山对唐颜这个怪胎 有了一些免疫能力 深吸口气 努力平静下心情 沈山开始仔细感受 唐颜究竟领略的是什么事 在自己气势的压迫下 唐颜那道气势 似乎极为不服 不断冲开自己气势上的压迫 这种精神是无畏 当感受到唐颜的事实 沈山感觉有些眩晕 自己碰巧遇到的年轻人 究竟是怎样一个妖孽的天才 约莫一刻钟的时间 便领悟到了别人梦寐以求的事 而且还是无畏 无畏这种事 在舞蹈中十分难得 它可以最大化地保证一个人的修炼 可以不为困难 勇往直前 唐颜能领悟到这种事 日后的修炼 不仅很少会进入井平 而且修炼的速度 至少会成倍地增长 当唐颜再次睁开眼睛时 感受到体内的漩涡丹田 竟然以一种极快的速度转动时 唐颜心中不禁大喜 是 果然奇妙无穷 多谢沈老哥指点 唐颜拱手道谢 沈山这次对自己的帮助 不可谓不大 沈山也从震撼中反应过来 深吸口气 道 小兄弟天赋 哪怕在北陵界都可说是卓越 沈老哥过欲了 我这天赋 连小鹤天赋都不如呢 唐颜急忙摆手 沈山也不多争辩 点点头道 既然你已领悟道士的妙用 今晚便回去好生体会 日后若小兄弟出了天香国 会有任何困难 务必前往汽阁找我 北陵界 我一定会去的 想到自己父母 唐颜就暗下决心 既然如此 我便与小鹤回去了 这么久没回家 小鹤他父母也该担心了 沈山笑道 后会有期 唐颜拱手抱拳 笑了笑转身离开 看着唐颜离去的背影 沈鹤眼中倒有些羡慕 唐大哥这性子 可真够潇洒的 沈山也点点头 眼中闪过一丝异彩 第087章 底牌层出 在冬域 还能有唐颜这般少年 真是让人惊叹 虽然天赋不错 可惜实力有些弱 和北陵界众多天才比 还有不少的差距啊 沈山叹了口气道 爷爷 我实力也低 沈鹤满脸委屈道 沈山文言一愣 紧接着大笑道 你和唐颜不同 我们气阁 拥有唐颜无法比你的修炼资源 哪怕你修炼资质再低 只要你能够修炼 我们气阁也能把你打造到天阶 更何况你现在的体质 本就天纵奇才 等回了家 修炼资源一起堆上 你修为必然可以一日千里 那为什么不让唐大哥来我们气阁呢 沈鹤好奇问道 沈山叹了口气 道 AA唐颜虽然表面平和 但自有他风骨 想要心甘情愿被我们气阁招揽 显然不可能 不如就这样君子之交 到时他去了北陵界 我们再尽可能给他帮助便可 那万一他不去呢 沈鹤又问 精灵岂是池中之物 小小的听乡国 还不足以困住唐颜 走吧 带回家吧 说吧 沈山站在长廊 对着紫星湖 发出一道怪异的口哨 随即一道黑影 从天际俯冲下来 仔细看去 竟是一只硕大无比的飞行灵兽 飞鸟每个翅膀都近三米 一对翅膀张开 加上身子都有七米 幸好天色渐晚 而且此地已被他包下 倒也无人察觉 拉着沈鹤跳上飞鸟 飞鸟便张开羽翼 迅速朝西边飞去 同样在紫星湖 一处阁楼内 四名气质不一的公子 坐下饮酒 四公子 只是这一次 四人四相聚 却没有了上一次的谈笑风声 一股淡淡的沉闷笼罩在房间内 本以为东宇前五 我们四人稳操胜券 没想到出了这等变故 方轩打破了沉寂 率先开口 东宇四公子 十进五的决赛中 竟然损失其二 着实让人跌了一地眼镜 没想到万飞实力 竟然进入了玄阶四平 而且 五级战有巨大的优势 宋兄这场战斗 输得不晕 杜叔叹了口气 与风一转 只是成功这一战 着实出乎了大家的意料 今日 你与唐颜一战 感觉如何 成功脸上有些阴沉 自己当众被唐颜打脸 这份屈辱 恐怕会成为他一辈子的心魔 回想到和唐颜的对决 他心中也有些好奇 张口道 那小子实力倒是不强 只有玄阶三平 但邪门无比 我每次对他发动攻击 总在最关键的时刻 脑袋一阵炫晕 然后真气便供应不上 四人平日也都经常联系 相互了解 大事上也不会弄虚作假 听到成功的话 另外三人心里一惊 竟然会出现这么邪门的情况 怪不得感觉成功的状态不对 感情是另有原因 成功 你说具体点 究竟是怎么个情况 林轩好奇问道 这个真不清楚 我只感觉 那小子每次动手之前 总有一种很奇异的力量 干扰我的心神 由于唐颜使用炼魂火时 速度不仅快 而且尽量地隐藏 众人并未具体地察觉 会不会是有人从中干预 杜书双眼一寒 众人听后眼睛一亮 如果是这个原因 那唐颜便是作弊了 明天 我和杜书一定会碰到那小子 到时便和唐颜一战 到时如果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我们便指出来 到时整个云城 都有可能受此牵连 日后无法再参加东狱大比了 林轩决议道 好 杜书点点头 算是硬承下来 这次冬域前五 有我 杜兄 万飞 和云城两人 林冬雪实力不高 作战能力挺强 但和我们比 并不占优势 必然会被刷下来 万飞的实力有些难办 如果杜兄队上 尽可能地使用快招 不要给他连续施展的机会 顿了顿 方轩眼 你里有一些好奇 周梅道 唐颜这个人 我也仔细分析过 这家伙擅长隐藏实力 第一场战斗 仅动用玄阶一品的实力 但和成功战斗时 却展现出了 玄阶三品巅峰的实力 而且他的搏斗能力 也非常强 招式与武技之间 竟可以随心变换 如果撞上他 我们不仅仅需要出招迅速 而且力量上 也要对他完全压制 当唐颜回到小院后 夜幕已经降临 回到小院后 唐颜站在院中 仔细揣摩 这事的妙用 那如有实质的气势 如丝如线 无比神奇 唐颜一直研究到了后半夜 才服下灵药 坐下调息起来 第二天一早 唐颜洗漱完毕后 便朝灵孝在的院子走去 三人吃过早饭 一起来到了东侧的广场 虽然是冬遇大笔最后一天 但因为是最后一战 今天广场的人 竟然比之前更多 好不容易来到前面 坐好后 便等待大笔开始 当广场上的童钟敲响时 众人眼中一阵振奋 这冬遇大笔最后一天 就要开始了 各位 冬遇大笔 也到了最关键的一天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这次动人心魄的角逐 本次大笔的冠军 也会在今天产生 历届冬遇大笔 冠军都会得到相应的奖励 这一次冬遇大笔的奖励 颇为丰厚 方程主 这次大笔奖励是啥 有一些心急的人 早已迫不及待地问出 哼 冠军的奖励 那便是纳灵界一枚 方问天笑着掀开谜底 思不少人听后 倒吸了口冷气 唐言心也猛地一跳 这个大陆的人 把一些能将外界物体 储存到某个空间 成为纳灵 难不成这次大笔冠军的奖励 会是一个储物空间 看着台下已经炸开锅的场面 方问天心中无比满意 抬手朝下压了压 道 下面便让我们见证 谁会获得这枚纳灵界 大笔 开始 红袍老者站出来 对着众人起手 大声讲解规则 这次大笔 出席者仅有五人 这个盒子里 有一道三号牌子 抽到三号的那人 将直接进入总决赛 现在 五名俊杰 上台抽签 唐言心中一动 如果不出自己所料 这所谓的抽签 也可以暗箱操作 这次抽到三的人 极有可能是方雪 纳纳灵界 自己极为需要 有了她 至少自己出门 便可带着丹顶 到时再也不怕 没有丹药的尴尬了 得到她 唐言暗下决定 当五人抽签后 果然不出唐言所料 方轩抽到了三号 运气真好 见笑了 方轩温和一笑 林东雪和唐言抽到了一 遇到这样的情况 唐言心中有些冷 一般来说 这类大笔 除非同城之间的人数 确实多 否则不会安排在一场 我认输 刚上台 林东雪清脆的声音传出 什么 看到林东雪认输得如此干脆 众人一时没反应过来 林孝心中微叹 不过也未阻止 她心中清楚 东雪和唐言之间 还是有些差距 直接认输 给唐言留些体力 也是最佳的选择 唐言 我女儿做出这么大的让步 这次大笔 你一定要争气 而林东雪的做法 也让一些人心神威力 方程席位上 方轩有些忌惮地看着唐言 这林东雪认输如此干脆 只能说明唐言实力更胜一筹 已经上台的杜书 目光也落在唐言身上 眼中闪过一丝忌惮 别看了 你没机会和他决斗了 万妃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在阳光的照射下 这具成熟的身体 透露着无限的魅力 杜书玩味地看着万妃 道 你信心可不小啊 不知万妃姑娘 可有信心问鼎冠军 问鼎冠军不太现实 不过进了前三 倒没任何难度 听到万妃的话 杜书眼中露出一丝郑重 只有打败自己 万妃才算入了前三 是谁给她的自信 决斗 开始 红袍老者大声宣布 经过方轩昨天的分析 对战万妃 出招要快 方轩作为东玉四公子主心骨的存在 无论是实力 还是武道上的见底 都有不俗的功力 众人对她也颇为幸福 当红袍老者宣布开始 杜书便动了 身形化作一道闪电 迅速朝万妃冲去 一记重拳 狠狠朝万妃砸去 作为东玉四公子排行第二的高手 杜书的实力着实不凡 刚出手 那恐无有力的动作 便赢得一阵叫好声 不过万妃的速度同样不慢 当杜书动的时候 万妃同样也有所行动 砰砰砰 两人很快便对上 快速地出招 看得人眼花缭乱 你怎么这么冲动 台下 唐颜已经开始埋怨 这有什么 我本来就打不过你 不如给你留些体力 林东雪比唐颜想的 要洒脱得多 这样我听不好意思的 唐颜苦笑道 好了 大男人不要在小事上挂怀 万妃姑娘和杜书 实力都非凡 也不知你到时会对上哪个 林东雪插开话题 台上两人的决斗 确实精彩非凡 四周的叫好声不断 三分钟不到 两人就已对战了数十招 而两人依旧平分秋色 想来一时分不出胜负 唐颜双眼微眯 看着台上酣畅淋漓决斗的两人 长吐了口气道 应该会对上万妃 林东雪听后一愣 台上两人实力都是非凡 这么多招对决下来 双方都为卢败己 而且虽然现在 两人平分秋色 但男人在力量和耐力上 总有天生的优势 从现在台上两人的战况来看 林东雪都不占任何优势 这家伙又怎么看出来呢 为什么 林东雪差一问 第088章 战方轩 两人实力相差无几 但万妃的优势 是在对5G的理解和感悟上 最开始的时候 两人只是单纯的基础招式比拼 但是刚刚 万妃却动用了一招5G 虽然只是圆阶低频的普通5G 但5G爆发出的威力 总好过普通攻击 而他施展5G 偏偏速度极快 哪怕杜书想用5G抵抗 都没有足够的时间 在刚刚那一招下 万妃就为自己创造出一丁点的优势 如果多来几下圆阶的5G 积少成多 他一定能争取到动用黄阶5G的时间 等到那个时候 两人之间的差距便会逐渐引出 唐岩笃定地分析 那指点江山的自信模样 让林东雪看着有些失神 这个家伙 分析实力怎么如此恐怖 而没过多久 唐岩的说法便被证实 万妃在和杜书的对抗中 使用的5G品阶 也逐步地提升 碰 当万妃找个空档 猛然对着杜书 轰出一道黄阶5G时 杜书终于对抗不住 身体朝后退了一小步 众人眼睛一凝 惊诧地看着万妃 这个女人 不简单 这女娃也不错 对5G的理解很深刻 竟然能潜意识地 将师长5G的时间简化 是个好苗子 评委台上 莫兵点头赞叹 五位城主听后 心中微动 恐怕万妃进入青龙院 也是定在铁板上的事了 趁你并要你命 当万妃已经占了上风后 场面的局势 便以一边倒的趋势 朝万妃身上倾斜 当一个玄阶的5G 被万妃使出后 杜书只有时间 动用黄阶5G 来抵挡这次攻击 登登登 这一次 杜书竟连退三步 接下来的几分钟 万妃便展开了 丧心病狂的5G攻击 而杜书终于理解了 当时宋泽的郁闷 妈的 这仗打得可真够憋气的 对方跟开挂似的 5G一个一个地放 很快 杜书的气势全消 败下阵来 方程万妃 射 红袍老者颁布结果 看着被万妃轰出去的杜书 众人在心中震撼的同时 也大呼过瘾 看着万妃将5G不断地使用 用5G强压对手 这样的场面 实在是太过瘾了 清城城主虽然眼中 闪过一丝失望 但也只能认命 杜书的书 并不是因为他弱 而是那万妃 确实逆天了险 凭万妃这实力 恐怕有很强的资本 去和方轩争锋了 这是元气灵丹 你且服下恢复实力 一个时辰后 进行下一次决斗 方问天取出一个瓷瓶 放在桌上 招呼万妃来取 接下来一场 便是我和唐颜决斗吧 万妃站在台上 问向红袍老者 不错 老者一眼点头 我认说 万妃平静说了一句 扭头走下了台 啪 啪 啪啪 接二连三的声音传来 不少人手中的茶杯 竟然一失神 就落在地上摔个粉碎 卧槽 我刚刚听到了什么 万妃竟然直接认输了 这实力 完全有机会和方轩一争高下 他究竟在干什么 不会是认为打不过方轩 估计现在认输的吧 但他这么着急做什么 怎么就跟云城的人认输了呢 台下众人万分的不解 万妃 你胡闹什么 方问天也忍不住 怒声问道 虽然他很想让方轩赢 甚至他心中早已认定 万妃因为自认不过方轩 才故意认输 但也不能直接跟唐颜认输吧 哪怕是赢了唐颜 再认输也不迟啊 前些日子 万妃身处险境 危在旦夕 恰逢唐公子 救了我一命 说到这 万妃便闭口不言 而众人瞬间也明白 这女人感情是在报恩 听到万妃此言 方问天心中也不好说什么 也罢 这样便让方轩快速赢下大笔吧 轻渴两声 天道 虽然让人惋惜 但万妃姑娘 既然已经放弃 那大笔便照计划进行 恰好唐颜和方轩 今日都未曾决斗 那冬玉大笔最后决战 开始 有请两位俊杰 上位台 唐颜 加油 林东雪小声道 为了赌约 我也会拼尽全力的 唐颜笑道 看着唐颜坏坏的笑容 林东雪哪里不知唐颜想的什么 清脆一口 便不再理会唐颜 走上位台 看着站在对面的方轩 唐颜拱手道 云城唐颜 请指教 方轩 方轩也回了一礼 决斗开始 红袍老者一声令下 不得不说 你运气真不错 竟然有两个女人 为你放弃比赛 方轩笑道 不过说话却免力藏针 唐颜自然听出 方轩暗讽自己依靠女人 才走到这一步 轻蔑地笑了笑 唐颜回敬道 和方公子抽签的运气比 我这运气 还是差了些 方轩眼中闪过一丝利色 不错 我的运气确实比你好 因为你的好运气要到头了 小心了 说吧 方轩身上气势一掌 玄阶四品巅峰的气息 瞬间迸发 脚踩步伐 身形如同一道疾风 气势辉弘 朝唐颜冲来 好强 感受到他身上四品巅峰的气息 众人不禁一阵惊呼 唐颜双眼一凝 忌惮地看了眼方轩 这人冲过来 并不着急发动攻击 这样 自己就无法判断他的攻击方向 而他冲到自己身边后 再对自己发动攻击 自己只能被迫地抵抗 而自己实力 本就和他有所差距 一旦落入下风 便很难翻身 心思缜密 作战经验丰富 而且他冲过来 并没有动用招式的趋势 显然是出招很快 唐颜心中快速判断 双眼也愈发凌厉 不过你算计虽好 但你的速度 肯定没我快 紧盯着冲过来的方轩 当看到方轩左肩一抬后 唐颜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露出破绽了吧 漩涡丹田迅速运转 体内真气源源不断朝右拳汇聚 魅影部迅速展开 一拳朝前面的虚空空去 方轩瞳孔一缩 这唐颜这一拳的诡计 竟然正好能封住自己出招的路线 这家伙 究竟是懵的 还是看出来的 碰 当众人发现 唐颜硬抗了方轩一击后 竟然安然无事后 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 砰砰砰 格斗之心开始运转 仅用玄阶三品巅峰的实力 唐颜便和方轩打得旗鼓相当 果然有两下子 方轩心中对唐颜的实力也有些吃惊 不过他并不认为 唐颜就有和他争锋的实力 青山拳 方轩轻贺一声 一到玄阶中品武技便朝唐颜轰去 唐颜心中一突 这家伙不会采取万飞的对战策略 先从低品阶的武技开始 将自己逼迫到手忙脚乱后 直接放大招把自己打败吧 而唐颜心中的担忧 也很快得到证实 几招之后 方轩便动用了一招圆阶上品武技 唐颜双眼微寒 提一口真气后 一个回旋后 就是一手一拳 封住了方轩的进攻 虽然诧异唐颜的战斗力竟然也不弱 但看到唐颜现在一直只有抵挡的分 众人便对唐颜获胜不抱指望了 到此为止了 看到唐颜一味的抵抗 在和唐颜又来了一次对碰后 方轩轻贺一声后 一道赤红色的光芒 突然在其拳头上闪现 烈焰拳 红色刚风将方轩右拳尽数包围 一股热气从上面散发 照着刚刚吃自己一拳的唐颜 狠狠轰了过去 看着嘴角露出得意笑容的方轩 唐颜心中冷哼 你以为真的结束了吗 你太低估格斗之心了 本以为唐颜力道已老 这一击根本无力抵抗 突然唐颜的身形动了 魅影部迅速展开 朝后退了两米 而他已经站到了擂台边缘 啪啪啪啪啪 连续五个急速转身 一道更成一道的气势拔地而起 千山拳第五拳也已成形 朝方轩的拳头迎了上去 就当两人的拳头要撞在一起时 唐颜出拳的轨迹 如同鬼魅一般疏然一变 朝着方轩手背打去 碰 两人的招式对决在一起 两人的身形同时退了一步 将格斗之心尽数开启的唐颜 根本无需任何停顿 挥拳朝方轩冲去 什么 当看到唐颜竟然没被击败 反而率先发动了攻击 台下传来一阵惊呼 而因为唐颜把格斗之心尽数开启 原本唐颜一直被压着打的状态 竟然重新被搬回 随着唐颜将烈士搬回 众人原本以为唐颜必败的心 也提了起来 感受到唐颜的招式 竟然又凌厉几分 方轩心中也颇为哑然 原本还有些轻视的心 也逐渐郑重起来 你对招式的掌控能力 确实不错 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这些都起不到任何效果 方轩淡淡说着 身上的气势再次一变 能逼我动用真正的力量 就算你输了 我也认同你这个对手 寻街无品 众人瞪大眼睛 心中震撼莫名 这方轩今年才二十多岁 便已经踏入无品 那岂不是说踏入地阶 甚至天阶 都不是没可能 这一次 唐颜是输定了吧 感受突然传来的巨大压力 唐颜脸上也有些动容 这家伙的实力 竟然踏入了无品 真的结束了 方轩双手结印 四周的气流朝方轩身前汇聚 这些气流不断被压缩 在压缩 形成一股极为恐怖的爆破力量 陈鹤一句 方轩一拳朝唐颜轰来 两个品阶的差距 而且对方的战斗经验并不弱 唐颜知道 仅仅凭借招式 自己响应有些困难 砰砰砰砰砰砰砰 迅速回旋六次 千山拳第六拳 也陡然爆发 感受到那恐怖的气势 众人也有些动容 眼前这个云城的少年 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堪 自己这千山拳 在瀑布下面苦练两个月 长期的负重练习下 唐颜千山拳爆发出的威力 已是颇为不俗 但和玄阶五品的方轩面前 对方同样通用的是 玄阶五技 这千山拳第六拳虽然很强 但仍有一点点差距 第零八九章 你说了 无论在五技 还是在力量 方轩都占有巨大的优势 要结束了 所有人提起的心 终于落下 方轩这玄阶五技的迸发 散发出的气势 锐不可当 方轩的天赋也是不错 竟然这么快的时间 便学以致用 同阶之内 难逢对手 莫冰笑着赞叹 而且这么年轻 实力已经玄阶五品 天赋十分了得 听到莫老的夸奖 方问天心中大喜 知道自己儿子进入青龙院 已经是定在铁板上的事了 人外有人 犬子这实力 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方问天谦虚一句 综合下刚刚对决的经验 唐妍知道 面对方轩这么强大的对手 一旦落入一丁点下风 便很难扳平 一抹古白色的火焰 竖然跳在拳头前方 一道庞大的精神攻击 猛然冲向方轩 方轩猝不及防下 只感觉脑袋一空 体内真气的攻击一段 气势就降低了几分 碰 登登 当两人再次撞击在一起后 同时倒退了两步 方轩突然想到成功失败的原因 正是因为突然受到了精神攻击 而他也只不过看到一道火焰闪过 并未看清楚究竟是何物 唐妍竟然没说 看到依旧挺立的唐妍 台下发出一阵惊呼 刚刚那一团 是什么东西 清城城主好奇问道 好像是灵火 这是这小子 如何释放出来的 莫冰此刻颇为诧异 灵火 灵啸心中一阵 唐妍这小子 隐藏得可真够深啊 这么久了 自己竟然不知道他还有这等底牌 有些本事 目录忌惮地看了眼唐妍 方轩道 刚刚那道白色的火 竟能干扰人的精神 不过这玩意 也很消耗真气吧 我看你能坚持多久 说吧 方轩身形一动 快速朝唐妍冲来 唐妍心中一叹 如果方轩的实力 只有玄阶四品巅峰 自己完全可以用炼魂火打败方轩 但方轩的实力都达到了五品 自己实力毕竟低微 无法施展出炼魂火的真正威力 而且催动灵火 也极耗费灵气 不能长时间使用 绝对的实力面前 哪怕拥有格斗之心 也很难战胜对手 甚至无法抵抗 格斗之心也不行 那你试试这个 唐妍心一横 一道如丝如线 若有实质的气势 朝方轩笼罩而去 在唐妍这道无畏的气势下 方轩身上的战役 一瞬间竟然低了几分 这是什么东西 切实能感受 如同被丝线束缚住 方轩心中大惊 等以后你就知道了 唐妍倾笑一声 无畏之事尽数展开下 自己对方轩攻击的诡计 竟然有了更深一层的把握 喷喷喷 这一次 虽然方轩动用了五品的实力 唐妍竟然一直能与其平分秋色 其他五成城主 皆是有些奇怪 这唐妍的战斗力 似乎又提了几分 相对于五成城主的疑惑 惊艳极为恐怖的末兵 此刻心中早已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唐妍年轻如此轻 而且实力只有玄阶三品 竟然领悟到了 舞者梦寐以求的 是 天阶之前 如果能找到自己的事 便可打破峙谷 有更大的几率突破天阶 寻求更高舞蹈 这岂不是说 唐妍日后 前途将不可限量 强忍住心中的激动 莫兵坐在位置上不动声色 眼中却流露出兴奋的神色 本以为自己这次来冬域 只不过走个过场 没想到竟然能遇到 这么多好苗子 等这次回去 那些老家伙们 可要羡慕死自己吧 哈哈 唐妍突然又展露了一个底牌 让方轩心中无比淡疼 这个家伙跟个牛皮唐似的 每当自己以为能赢 这家伙总能动用一些 同样厉害的底牌来 不过 你实力只有玄阶三品 哪怕无法快速用实力压制你 也完全可以用我五品的真器 硬生生拖死你 两人在台上你来我往 战斗精彩非凡 而唐妍的出招 也让所有人大开眼界 相隔两品 竟然还能和方轩 打个旗鼓相当 这一战 不管唐妍输赢 唐妍的实力 都会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随着时间的流逝 方轩发现自己的计划 又失败了 这两刻钟的时间过去 唐妍依旧精神十足 未入半分败计 唐妍 一招定输赢吧 退了几步后 方轩冷声道 说完 周围的灵气 迅速朝方轩身上汇聚 淡淡的红光 将方轩身上包围 伴随着轻微的轰隆声 形成一道极为恐怖的气息 大日赤浪掌 清吐一句 方轩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能将我逼到这个份上 哪怕是输了 你也会是我尊重的对手 玄阶高频武技 感受到那武技上传来的威压 唐妍心里也是一惊 不过看他这么久才施展 恐怕是最后的底牌了吧 台下 灵冬雪粉拳紧握 心中不断地纠结 一方面 他十分迫切 唐妍将方轩打趴下 但另一方面 他又有些抗拒唐妍赢 因为之前他和唐妍的赌约 如果唐妍真取得了冠军 自己真要让他轻一下吗 这句话 你刚刚说过了 唐妍平静说完 双手迅速结硬 复杂的纹理 快速在唐妍手中变换 周围的空气似乎被不断地压缩 在压缩 一道赤红色的光芒 出现在唐妍身前 而随着唐妍双手不断地变化 那团赤红色的光芒 也逐渐开始被压缩 形成一个赤红色的球体 颜报长 唐妍轻贺一声 迎了上去 他竟然还想硬扛 看到唐妍疯狂的举动 几乎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紧张地看着台上的情况 这一战 恐怕就要到了战斗的尾声了 两人的武技都极为凶悍猛烈 气势逼人 虽然诧异唐妍这道攻击 竟然也这么凶悍 但方轩有绝对的信心 能战胜唐妍 陡然 方轩瞳孔一缩 一团古白色的火焰 突然出现在唐妍手心 早已预料唐妍会动用这团火焰 方轩只不过感觉精神微微有些波动 并未受到多大的影响 早已料到你会动用这招 不过 这次真的结束了 而唐妍的脸上 却看不出任何慌乱 就当两人的招式 就要撞在一起时 方轩竟然看到唐妍的嘴角 竟然扬起一道弧度 故弄玄虚 方轩心头冷哼 当两道攻击撞在一起后 方轩的心猛的一突 一道极为恐怖的气息 突然从那团古白色的火焰散发出 一道微小的幽蓝色 竟然被藏在古白色的火焰里 这道气息危险无比 竟然给他一种很强的危机感 周围的空气都微微有些扭曲 轰隆 一道剧烈的声音传来 整片擂台都震动起来 原本坚固的台面 在这一刻竟然咔嚓一声 如同蜘蛛往军裂开来 碎裂的石子四处飞溅 烟尘弥漫 一时看不清楚场内的情况 唐妍应该说了吧 看着这浩大的声势 众人不禁扎舌 你说了 一道淡淡的声音传来 让众人一呆 众人定睛看着 那消散的烟尘中 一道轻瘦的身影 傲然挺立 唐颜 看清楚那人后 灵冬雪惊喜叫道 众人也同时一待 本以为这场比赛会赢的方轩 想用手支撑身体起来 但五脏六腑却翻江倒海 气血翻腾 努力协作起来 看了眼站着的唐妍 方轩苦笑一声 厉害 但能不能让我输得明白点 那团幽蓝色 究竟是什么 灵火 唐妍拱了拱手回应 竟然是灵火 方轩眼中闪过一丝惊奇 这唐妍究竟用了何等神通 竟然可以将灵火归为己用 红袍老者也没料到 最后的结果会是这样 呆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大声道 云成唐妍胜 真是厉害啊 看到坚持到最后的 竟然是唐妍 莫冰也扎了扎舌 看向唐妍的眼神 已经是一采连连 事已至此 方问天也只得叹息一声 道 林兄 今年你们云成 真是让人大吃一惊啊 这垫底的名次 我也待得够久了 现在换个名次做做 林孝已经心花怒放 脸上挂着藏不住的笑意 既然唐妍赢了 那奖励也该兑现了吧 你这老狐狸 我还能私吞了不成 方问天说笑一句 便站起身 朗声道 今天大笔的结果 着实出乎了我的意料 也恭喜云成唐妍 获得本次大笔冠军 这梅纳灵界 便由唐妍获得 唐妍听后心中大喜 急忙走上台 领过那灵界 在众人无比眼红的目光中 淡定走下台去 本次冬裕大笔 也即将宣告结束 最后 由莫老宣布 这次大笔的结果 方问天大声道 一阵热烈的掌声后 莫冰沉吟一声 斟酌自聚道 说实话 这次冬裕大笔 实在出乎了我的预料 不少人都天资卓月 让我眼前一亮 按照惯例 这次冬裕大笔 我们将选出五人 参加冬裕大笔的选拔 众人宁神秉息 仔细听莫冰颁布学员 以下五人名单为 云城唐妍 方城方轩 方城万飞 清城杜书 云城林冬雪 一个月后 五日后 你们便在方城汇聚 我将带你们 一起前往青龙院 莫冰站起身 从怀中取出五枚令牌 真气输入其中猛的一抛 五枚令牌 便均匀飞入五人手中 第零九零章 唐老爷怒了 东玉大笔落下帷幕 因为林孝等几位城主 还要四季 和青龙院沟通下感情 拉着莫冰喝酒去了 交代了下唐妍 林冬雪两人先回去 林孝等人 便朝方城城主府行去 走吧 我们先回院子 唐妍笑道 嗯 林冬雪微微点头 只是表情极不自然 唐妍立刻察觉到 林冬雪的变化 一路上不断嘀咕 这小妞究竟咋了 来到小院 唐妍正带送林冬雪进去 林冬雪却身形一转 围着后院的湖泊走了起来 万方楼不愧为方城第一楼 已是入东 这后院依旧碧波荡漾 树木丛生 花团锦簇 如同春天 去哪儿 唐妍笑问 随便走走 恭喜你这次获得冠军 林冬雪脸上 突然闪过一丝娇羞 看到林冬雪双颊如同晚霞 陀红的脸蛋屏增几分妖娆 唐妍的心突然砰砰跳动了几下 好美 突然 唐妍的脸上露出一丝坏笑 别有深意地看了眼林冬雪 道 冬雪姑娘 我记得当时 我们打个赌来着 是 什么赌 林冬雪心中一突 心中如小鹿般乱撞 这个坏人 记性怎么好 冬雪姑娘是真的忘了 那我就给你提醒一下 当时有个人和我说 如果我没获得冬裕大笔冠军 要带她陪练一个月 但如果我碰巧夺冠 唐妍虽然没说下面的话 但这明晃晃的提醒 还是让林冬雪羞红了脸 你 你这坏人 林冬雪不满地看了眼唐妍 作为城主府千金 怎么可以失信于人呢 那你让我怎么看待城主府 唐妍不得不扯出城主府信誉这面大旗 哼 色呸 林冬雪脆道 愿赌服输 唐妍继续斗着林冬雪 不 一道清脆的声音传来 原本还一脸坏笑的唐妍 瞬间满脸呆滞 那一刹那的轻柔温润 让她脑袋轰隆一声 一片空白 心快速跳动几下 唐妍才看着眼前的家人 此刻林冬雪 瞪着一双大眼盯着唐妍 眼中闪烁着羞涩和坚定的目光 当看到唐妍突然看向自己 林冬雪再也没有了刚刚的勇气 英明一声 推开唐妍快步朝自己小院奔去 唐妍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谁也不许说 否则本姑娘就吃了你 远远地传来林冬雪一句妖邪 让唐妍玩耳一笑 回到自己院子里 想到林冬雪那绝美的容颜 唐妍心也有些心动 只不过 温柔相识英雄中 自己现在要做的 还是追寻武道啊 好不容易平息下心中的激荡 唐妍看了看手指上的那灵界 取出沈山赠予自己的无邪重剑 心念一动 便收进了那灵界中 再心念一动 这把重剑又落入唐妍手中 如此反复玩了几次 唐妍终于停了下来 天地造化鼎也能收放物品 但那鼎存放的 一般都是高等灵药 其他物品几乎无法存入 但这那灵界却神奇无比 只要那灵界内空间足够 任何物品都可以存入 最终 唐妍便取出当时和无邪剑配套的武技 崩山踏浪剑 仔细研读起来 这恐怕是唐妍手中 比较高级的一套武技 足足有地阶中品 而如此高品阶的武技 修炼起来也更加复杂 唐妍将这套武技 来回读了十多遍 才终于有了些眉目 就待唐妍取出无邪剑 准备练习一番 门外便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看着天色渐晚 唐妍心中疑惑 这个点了会是谁来 拉开门后 唐妍才惊讶地发现 来人正是灵冬雪 平日大家闺秀的从容气质 早已荡然无存 有的只有羞涩扭捏 那娇艳欲滴的样子 让唐妍食指大动 林姑娘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 唐妍笑问 蚂蚁备好 今晚便离开方程 你赶紧准备下吧 灵冬雪快速说完 低头迅速离开 唐妍心中一愣 这么快就要离开 将重要的东西 收进那灵界 唐妍便走出小院 不远处 灵笑和灵冬雪站着 旁边有三体骏马 现在就走 唐妍走上去 疑声问 只有五天时间 就要前往青龙院 昼夜赶路 两天便可到达云城 今晚走 可以多在云城待一晚 灵笑笑道 此时的灵笑精神气爽 这次冬遇大笔 云城可是大出风头 让他颜面大涨 唐妍心中了然 三人翻身上马 迅速朝城外走去 夜色降临 唐妍心中不断计策 如果自己要走 那柳家也必然要出去 由于片刻 唐妍才道 城主大人 无论何时 我唐家 都会鼎力支持城主府 但云城 不排除 有人会对心存不轨 说到这 唐妍扭头看向灵笑 灵笑自然懂唐妍的意思 而且 柳家派柳金刺杀自己女儿 他就已经给柳家 加上了死亡标签 而且 唐妍这个少年 已经是潜力无限 虽然现在只有玄阶三品 但日后的成就 已经不可限量 若能将唐家 和城主府绑在一起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点点头 灵笑道 这次回去后 我城主府出动三分之二的精锐支援你 唐妍心中大喜 城主府三分之二的精锐 已经完全可以和柳家抗衡 多谢城主 我唐家会举家之力 消灭柳家 三品骏马不断急行 除了和灵笑谈话的时间 唐妍大部分时间 都在消化崩山踏浪剑 在心中不断演化这套武技 两天时间下来 这套武技 已被唐妍摸索得七七八八 东玉大笔刚刚结束 三人就快马加鞭朝回赶 云城在东玉夺冠的消息 还没传回 灵笑三人却先回来了 由于没提前得到消息 也没料到 灵笑这么早会回来 云城那道 没有张灯结彩的热闹景象 悄悄回去 今晚八点 行动 灵笑眼中闪过一丝利涩 唐妍听后点点头 身形一闪 便没入城内 朝唐家赶去 谁 一声大喝 正在书房看书的唐老爷子 从书房报射而出 唐妍并未敲门 直接就闯进了唐老爷子书房 感受到那庞大的气势 唐妍心中一惊 紧接着又是一喜 爷爷 你突破了 爷爷 唐妍瞪大眼睛 看着身前的少年 那轻瘦挺拔的模样 可不正是唐妍 不是前天冬裕 大笔就结束了吗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突然想到 云城在冬裕历届垫底 唐老爷子 以为唐妍未能取得名次 眼神一暗 是不是没入选青龙院 没事 你年龄尚轻 日后定有机会的 这次全当是出去长点见识 让你知道 人外有人 唐妍听后哭笑不得 但情况紧急 唐妍也未做解释 小声道 爷爷 今晚我们便全力出兵 灭柳家 尽管 唐老爷子眼睛一瞪 你小子刚回来 还没跟我几句话 这哪门子急 当然急 这是城主命令的 唐妍解释道 城主府今晚出动 三分之二的精锐 协助唐家消灭柳家 林城主吩咐道 城主府不是不甘于 个大家族的吗 唐老爷子心中一惊 前往青龙院前 我和林冬雪 一起走的苍云山 顺便历练一番 但柳智却向柳家 暴露了我们行踪 柳家派柳金刺杀我俩 死里逃生后 林城主大怒 便要求灭杀柳 啪 还在门旁的唐老爷子 还没听唐妍说完 就一掌拍在门框上 天石木门框在这一掌下 硬生破裂 柳家该死 唐老爷子双眼赤红 眼角自裂 唐妍可谓承载了他 所有的希望 如果唐妍出了什么意外 唐妍对生活 可真没什么念想了 而唐妍感受着唐妍身上的气势 已经确认唐妍已经步入地阶无遗 心中也松了口气 爷爷 你去哪 看到唐妍怒气冲冲地朝外面走 唐妍急忙问道 还能去哪 杀光柳家 那群王八蛋 现在时间还早 还有半个时辰呢 唐妍立刻阻止 老子都踏入地阶了 还怕他们柳家 这次要让柳家知道 咱们唐家人 不是他柳家能动的 并不理会唐妍的劝阻 早已怒火滔滔的老爷子 已经冲到了唐家湖旁 看了眼高架上的一面大鼓 唐老爷子大步走上去 抄起旁边的鼓锤 狠狠朝上面砸去 被唐老爷子注入真气下 只听咚的一下 一声巨响在唐家上空回荡 咚咚咚 震耳欲聋的鼓点声 在唐家响起 鼓声霸气有力 让人激荡 第一道鼓声响起后 整个唐家人精神一震 当接下来那一连串鼓声传来后 所有人纷纷朝此地汇聚 上一次赵军鼓响起 还是唐妍那个魂小子 不明所以的情况下敲响 这一次又会是谁 如果没有大事 擅自肋骨 可要执家法的 当看到唐老爷子 怒发虚张的肋骨后 赶到此地的人脸上 也郑重起来 看到在无人朝这边赶 唐灵将鼓锤朝一边放下 环视了一圈唐家护卫 道 我唐家在云城不是强凌弱 但面对挑衅 绝不忍生吞气 这些年来 柳家数次挑衅咱唐家 今日召集大家 便在今晚 灭柳家 众人神情一震 今晚就灭柳家 老爷 虽然咱们唐家现在的实力 并不怕那柳家 但成主府 可能不会允许这样大规模的拼杀 如果因此得罪成主府 对我唐家并不有利 墨博一脸担忧道 而墨博的问话 也代表了众多护卫的忧心 第091章 柳家复灭 今晚灭杀柳家 便是成主府的旨意 今晚八点 成主府将出动所有精锐 与我唐家共杀柳家 唐灵杀气腾腾道 成主亲自下令灭杀柳家 而且举成主府之力 众人心头有些兴奋 唐妍此刻从唐灵身后站了出来 看到唐妍 人群中有些骚动 对于唐妍 唐家一众护卫 心中倒是崇拜得紧 正是因为唐妍 唐家一众护卫的实力 才成倍的增长 而一众护卫的待遇 也是因为唐妍的各种策略 不断在增长 唐妍看了看众人 沉声道 圆阶八平以上者 出列 碰 一道声响传来 圆阶八平以上的人迅速集合 扫了眼唐家护卫 黄阶之下的人 仅有四十余人 剩下的清一色黄阶舞者 微不可查地点点头 唐妍大声吼道 一个人头五十两银子 好 听到唐妍的话 原本只是打起精神的众人 气势陡然一变 变得极为热烈 一个个呼吸都开始厚重 眼中折现出凌厉的战役 摩拳擦掌 似乎迫不及待地想要一战 感受到突然变化的一种护卫 唐老爷子险些吐血 自己说了半天 还不如唐妍一句话管用 大家实力都增长很快 但保剑锋从魔力出 想要提高 只能不断地战斗 今晚便是见证 大家最近训练成绩的时候 虽然两家未曾正面交锋 但我相信 我们唐家的实力 绝对超过了柳家 不仅仅是因为 老爷子的实力 已经到了地阶 更有城主府的全部精锐辅助 而唐妍这句话 则完全打消了 众人心中的顾虑 不少人看向唐老爷子 眼中充满了敬畏 地阶高手 整座云城 只有城主大人才达到了 这样一个高手压阵 再加上城主府精锐 这场仗想输都难 好了 这是恢复灵气的丹药 一人一颗服下 两颗中后 出发 唐妍将自己 留在唐家的所有丹药 都取了出来 一人一枚发了下去 唐老爷子脸上的肌肉 有些抽 这些可都是货真价实的 黄阶低品丹药啊 这么多得多少银子 虽然肉疼 但唐老爷子并不多话 自顾坐下 取出一枚丹药服下 恢复体力 准备战斗 时间一到 唐老爷子虎目一睁 大吼一声 唐家狼立刻进入备战状态 走 唐灵大贺一声 率领唐家护卫 浩浩荡荡朝柳家冲去 同一时间 城主府立刻发出告示 柳家鬼迷心窍 狗胆包天 在唐言 林东雪单独前往方城 参加冬裕大比时 私自派出柳京刺杀二人 唐 林二人乃代表云城俊杰参加大比 乃我冬裕不可或缺的人才 柳家所为 人神共愤 今日城主府联合云城唐家 诛杀柳家 若有支援柳家者 则视为与城主府为敌 一律杀无赦 此告示一出 一个中内 各家族的探子 火速奔向各自家族汇报 云城各家族高层震动 这柳家派人刺杀唐言就罢了 连林东雪都敢下手 这不是毛坑打灯笼 找死吗 而城主府此条告示发出后 城主府一众精锐 也已朝柳家赶去 柳家前面的一条大道上 一名探子 飞速朝柳家赶去 城主府和唐家 竟然合力攻打柳家 只希望消息送达后 柳家核心人员 能够成功逃离 还未等到他到达柳家 一道进风狠狠袭来 他心中一惊 一拳就轰了过去 破 这名探子终于发现 弓相自己的 竟然是一柄剑 再看看自己右臂 竟然被凭削而断 未等他来几惨叫 又是一道剑影 直接划破他的脖子 黑暗中 也露出了 唐岩那张俊逸的脸 快速将这名探子 尸体处理掉 重新隐藏在暗处 等待下一个探子到来 果然 没过多久 又有一名柳家探子 迅速朝柳家奔去 不过这名探子的下场 与之前那个一样 都未来几呼叫 就直接被唐岩抹断了脖子 一共在这条 通往柳家的必经之路上 斩杀了四个柳家探子 才看到两只杀气腾腾的队伍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魅影不展开 迅速消失在原地 找了一个高处 平静地观看接下来的杀戮 来者何人 当看到两只队伍冲到柳家 柳家门前的两名 互为贺问 只是语气中夹杂着一丝颤抖 明显内心已经无比慌乱 眼前这么多人 似乎有六七百人吧 怎么没看到探子来报 不带这两名探子心中吐槽完 唐老爷子寒度地一拳就冲了过去 何人你老了 砰砰 递接高手的两拳 快若闪电 瞬间取了两名护卫性命 砰 飞起一脚 唐灵将柳家大门踹开 大吼一声 杀无赦 刘老爷子正在书房研习武技 这些年为了清静 刘老爷子专门将书房布局得十分雅静 外面的声音几乎隔绝 不过这一次 他却没有享受完这种安宁 一探子直接推门进入禀报 老爷 不好了 唐家合成主府的人 杀进来了 被打扰到的柳无悔 有些不悦 问道 慌什么 唐家合成主府 要攻打我们柳家 现在他们在哪 来了多少人 已经杀到了 我柳家前面的人 已经阵亡了 六七百人 至少有五百个黄街高手 这人急促说着 语气都有些哭腔 什么 刘老爷子柳无悔一个机灵 唐家和柳家对战 他可能不会奇怪 但成主府为什么也攻打柳家 一瞬间 柳老爷子就想到了柳京 上次了解到柳京行踪 但这混账 现在也没回来 本以为他任务完成 趁机游玩一番 但现在看来 事件已经败露了 快速冲出房间 当看到四周已经火光冲天 地上躺着大多数尸体 而且全都是柳家人 而看看对手 几乎有一部分人和疯了似的 战斗气势十足 如果他知道一个人头五十两银子 一定就知道 这群人为何有如此歧视了 完了 全完了 看着柳家人一个个倒下 柳无悔的心 瞬间落到谷底 柳老狗 敢派人杀我孙 今日不死不休 看到柳无悔出来 唐老爷子赤红着眼冲了过去 地阶 感受到唐灵身上的气势 柳无悔惊呼起来 不远处的一棵古树 唐岩坐在枝鸭上 看到柳家大势已去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魅影不易抖 迅速朝柳家仓库掠去 因为大战降临 柳家仓库竟然没有人把守 用天地造化火 直接烧断金刚锁 唐岩推门直接冲了进去 对于金银珠宝 唐岩没多大兴趣 迅速在仓库中搜寻 终于找到了灵药的摆放处 百年灵身 枯叶草 何连惊 血髓 唐岩瞪大眼睛 看着这些药材 心中简直乐开了花 而很久没有动静的天地造化顶 在这一刻也活跃起来 靠 一到这个时候 你就来劲 微微鄙视了下天地造化顶 唐岩也不磨叽 只要能感受天地造化顶想要的药材 都直接吸收进去 有那灵界的辅助 唐岩这一路收集起来 可真是顺畅无比 这柳家不愧在云城底蕴身后 虽然没有炼丹师 但灵药存储量不少 但凡有些价值的灵药 全部被唐岩搜刮得干净 将这一切搞定后 唐岩看了看战场 柳家已经被解决得七七八八 唐岩才松了口气 快速离开此地 回到唐家 丹田内突然一阵异动 唐岩心中一惊 随之依喜 马上就要离开云城 而柳家这个隐患 一直压在唐岩心头 今日柳家的覆灭 无一把唐岩心上的大势击碎 玉洁解开 真气自然就通畅起来 唐岩找个地方直接修炼去了 云城上下却是沸腾起来 今晚 所有人目光的焦点都落在了今晚的大战上 而成主府今天发出的告示 也让大家猜测纷纷 那柳金究竟是刺杀成功了 还是未成功 为什么一向高高在上的成主府 会如此果断地对柳家痛下杀手 就在大家众说纷纭之际 成主府再次发出一条告示 本次东玉大笔 云城唐岩 林东雪表现非凡 为云城立下赫赫战功 两人名次已入前五 并成功获得入选青龙院选拔名额 尤其唐岩 成绩最为显著 东玉大笔一举夺魁 云城由此俊杰 实属云城大幸 什么 当个家族探子 朝家族报告这条消息后 各大家族的高层再次震动起来 而随着这一道告示发出 整座云城也彻底沸腾起来 东玉大笔 云城历届垫底 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这一次大家本没抱任何希望 结果却带来了这条消息 在这一刻 一些聪明人也稍微有些明白 怪不得城主府会不惜代价灭杀柳家 东玉大笔夺冠 必然招视着唐岩的不凡 如果能与其交好 未尝不是一笔较好的投资 恐怕柳家要刺杀的就是唐岩 他们哪敢真正刺杀林东雪 将这些事想清楚 一些大家族高层也都叹息一声 本以为大家都要趁着唐家衰败 想要四级捞上一笔 结果却被唐岩这个出名的顽固大少 颠覆了所有计划 只要唐岩能够顺利成长起来 未来几百年 恐怕没人敢对唐家怎样 碰 隔街如隔山 在唐老爷子的权力出手下 柳无悔终于被一掌打飞 再看着其他柳家嫡系 全部绞杀干净 唐老爷子多年的压抑憋屈 瞬间无影无踪 老爷 老爷 没等唐银